招这个 因为刚刚太多东西 还有赵大哥的 开始了吗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战情事上线了 我是钱子 今天很开心 这个邀请到网友敲碗 敲了好久的沈大佬 来跟我们谈一谈选后的分析 欢迎大佬 谢谢 你刚才乱讲 等一下大佬 你知道好多人要你来 我不久以前就上过这个节目 老赵 不在我的时段 在你的时段 first time 而且你看 我多么挺你 我压住压你 你知道吗 结果你要下 爱心 结果你要下来了 爱心 你看爱心 我的心血白费 不会 你知道吗 你永远不会白费 因为我们还有六日战情事 而且赵大哥刚刚在我的专访里头 上一个小时的专访 他有讲 他五月要去欧洲玩 要去很久的 要去很久的 所以你又要回来 我又要来代班 那一段期间所节省的通告费 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分一下 请老板听一下 我念自在自的都是这一点 对 我刚刚还在想说 过去五十天 我们还在私底下跟工作人员说 我们公司节省了很多钱 我过去五十天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钱利润分出来 你没有跟老赵讲 我刚刚不好意思跟他讲 你这没有用 我没有用 对 所以我要这个 还要再把胆子练大一点 讲到改革 就是临阵退却 谁 谁临阵退却 好 开心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战情室上线的 请到的是沈大佬 沈大佬对于我们国内的政治观察 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我自己的了解是对岸很多网友 都指明要看你的评论 对岸 对岸 但是听说对岸最受欢迎的我们这边的评论者 前三名没有我 真的吗 对对对 那他们这个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都对我庆幸 他说好得再不是真三人 真三人 你就死了 真三人 是什么人 你就是红的 郭正恩 郭正恩 亮哥 对对对 那其他的我们就不多说 因为选完之后我们有好多的议题要讨论 第一个议题 侯友宜跟赵绍康这一组输了 拿到了467万票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 不晓得是不是在赵这个神大佬的预期当中 那现在呢有很多人做选后的讨论 或者是检讨 侯友宜 侯友宜 他的人格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 他的扭捏呢 还是他的不够 决断力不够快 很准 阻挡了他的政治路 你怎么评断 我觉得现在他们输了 去讲这些实在是不必 我们又不是要找侯友宜的做警察做女婿 对不对 何必现在挑三拣四呢 但是我们必须讲 如果你还多少相信 美丽岛周报的那个民调 他其实在95波 这个侯友宜大达顶点 距离赖清德大概只有两三趴 95波以后就一路到封关前的109波 一共有14波 这14波里头 其实侯友宜只赢一波 其他都是下降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跟齐代跟柯文哲来个祭保 完全没有成功 还有呢 这个一路下降 一路下降 就柯文哲上来 是你反而没有一点 沾到没有一点好处 那当然就很多原因 我觉得侯友宜整体来讲 我们现在批评就没有关系了 他个人的魅力 其实是有一点不够 还有侯友宜第一次 国民党推出来 最本土的候选人 这个是国民党 用最本土候选人 期待选举会赢的时机 还不到 还不到 因为国民党到现在 你看中北 台中以北 他选得都不错 其实他里头 外省人占蛮多的 那到了这个桃珠苗 是客家人的地盘 到了中章头 其实国民党 有的时候还可以 有的时候不行 那我们就讲到 下一次也许是卢修院 但是卢修院就有一个特色 他是外省妹 外省妹叫到台中的 本省的政治世家 那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那你说韩国瑜 虽然个人的魅力 毫无疑问 但是他也在云林 娶了本省的妹 对不对 侯友宜是 不是侯友宜 我说韩国瑜 韩国瑜 韩国瑜 取了一个本省的小姐 本省的妹 我常常讲侯友宜 我说韩国瑜 韩国瑜 所以 有做某种程度的融合 那你过了云林以后 嘉义以南 就完全没有 这个国民党 未到的外省人 可以得逞 外省人就没有前途了 不是 你看台南 王定宇 高雄 赵天宁 他没有出世以前的赵天宁 我一度都认为 有一天民进党会推赵天宁 选总统 你知道吗 先市长 再总统 对 因为赵天宁的魅力 是毫无疑问的 那你到了屏东 那个中嘉宾 很少人知道中嘉宾是外省人 你看 南 高 平 外省人 到了南部 加入民进党 这个奉行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都选得不错 所以你侯友宜来自什么 侯友宜来自嘉义县的 破族 破族国语怎么讲 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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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土的本土 可是他太太外省人 他 没有外省人 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其实还是富的 是减分的 就是因为那个 有钱 凯贤渊 因为有钱 对 所以这个 这是第一点 就是 北部的外省精英 看不起他 而且你是当警察出身的 南部的说 你虽然是本土的本土 但是你是假的 你是代表国民党 我就没了 所以 侯友宜这个 在这个时候 代表国民党 再选总统 其实是两面不讨好 是 而且 他最故意 最偷顶 等到他学会 来一点 刁钻的 演讲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最后 95波到 109波 那个一路下降 其实最后几天 马英九 也有相当程度的贡献 今天 有一篇 有一位 嘉义中学的导师 84岁的赖正雄 现在他是定居在美国 那他成立海外全球后援会 他也做了一番评论 他评论 侯友宜的败选 有九大原因 这个我来讲一下 对 其中是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的关系 他失分了 我想 我要我们的听众 有空就看一下 因为这篇是 今天早上联合报 八点多才出来的 所以今天联合报 是来不及等 这个特别有意义 因为这个写的赖老师 目前是住在美国 他是跟我同龄 84岁多 完全同一个 同一年出生的 他叫赖正雄 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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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名字叫正雄 我叫富雄 我们都是日本 黄明化的遗毒的遗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名字 因为日本人强迫 台湾人要改名字 要改姓改名改成 那个日本 日本样子 但是如果你的名字以后 有一点日本人的味道 他就放你一马 雄就是 雄是 雄是日本味道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 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 屈服了 吴伯雄也叫雄 吴伯雄也跟我同年 是 这个赖长 他叫正雄 我叫富雄 这位赖老师 是家中那一年 考上台大外文系的 很厉害 台大外文系是台湾最厉害的 台大外文系毕业 但是他毕业了一年以后 就回家义中学教书 一教教25年 那他就是 这个侯友宜的英文老师 也是他高三的导师 那他教完25年 在50岁那一年退休 提早退休 对 然后全家搬到美国 所以在美国已经住了34年了 他写了这篇文章 因为他在海外 成立了一个侯友宜后援会 全球后援会 他是会长 他检讨侯友宜 所以选输有九个原因 这里头的九个原因 明天大家看联合宝恐怕就有了 这九个原因 我要坦白告诉大家 长话短说 我完全同意 我一点都没有意见 完全同意 而且我要建立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开始有人讲说 要改革 要改革 请各位国民党的 关心党务 关心国家的 看看这篇文章 因为我这里有讲 我说 老省完全同意 百分百同意 百分百同意 赖老师的看法 如果国民党要改革的话 就要照着赖老师的意见 如果你对赖老师九点 完全同意 你可以参加国民党的改革 如果你有一题到两题 不同意 不同 不太同意 你要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有三题不同意 我觉得国民党改革的过程中 你还是站在一边纳粮比较好 那你刚才有问赵绍康他同意吗 你有没有问他 我跟你讲 老赵这一点 我今天就不高兴了 因为我今天中午 就叫丽玲送进来 要老赵先看 老赵不晓得有这一回事 他没看 他说是大概在手机里头 他没看 没看 没关系 等一下再问他一下 问一下赵大哥 这九点他到底同不同意 那我是不是可以很快地讲一下 哪九点 因为有很多观众 我不 这九点不是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九 他是有三段 有三段 九点是埋藏在这里头 所以你一下子没有办法讲 我给你一个警告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这个大概念一下 因为只有两段嘛 你念吧 你就快速地念 他说因为侯友宜跟国民党的关系不深 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那他的职业生涯是从基层干起 所以外省族群瞧不起他 瞧不起他 这个瞧不起台湾人的观念 根深蒂固 那另外还有国民党的整合不彻底 有一些还是郭粉 貌合神离 而民进党三分天下 基本盘百分之三十三 再加上是蓝白分裂 有人从白转绿 可以突破到四十以上 最后获胜 本来他是33%民进党 那这一次 这一次的就像2000年 陈水扁利用国民党分裂 而得利一样 蓝的死忠支持者 或许到达饱和 而郭粉观望不前 他认为郭粉没有回归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韩粉也没有完全回归 对没有错 这我也同意啦 可是老师好像没有提到嘛 那另外年轻选票的拓展无力 赵少康缺乏柯P的说服力 跟煽动力 郭同意吗 这个我觉得是不同的看法 老赵的演说天才 天分当然比柯P好 但是柯P其实他演讲没什么 但是他的讲法无厘头嘛 他讲错了 第二天修正 然后跟你招招头皮啊 拌拌鬼脸啊 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太失望了 对这个现况太失望 他喜欢那一套 那老赵那个 雄狮百万那种 说得很奇怪 反而在这方面 恐怕不如柯P 但是如果两个人 叫他们进来 出个题目 叫他们演讲比赛 那柯P当然是比不上 老赵 真的哦 好 你什么真的 你不相信老赵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到 他们两个一起演讲 如果因为你知道 总统跟副总统的辩论 是刚好他们是分开的 如果他们两个在同一个地方 你坐在他们的位置 敢讲这样的话 我们是媒体人 我们是公平的 表示我们不寻思 不寻思 这句话更有语病了 不寻思啊 是什么公平的 如果你不公平的话 才要讲他好事吧 我觉得你有一点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啦 我听你好担心 我替你好担心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 我还没讲完这个 家中的这一位老师的说法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 马英九前总统 在选前突然接受了 这个德国之声的访问 抛出来说 我们在两岸关系上面 必须相信习近平 这件事情他认为 让侯友宜少得了几十万票 几十万票 因为这一句话 相信习近平 所以很怕国民党 赢了之后被捅 所以马英九这句话 让侯友宜少得了几十万票 最后虽然竞选总部决定 不邀请马英九出席 选前前夕的造势 可是为时已晚 我只拿到造势了 还有一段很重要 还有一段 还有一段 没了啦 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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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 是讲蓝白盒的 没这 这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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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印出 他那看法跟我完全一样 他就说到 有 有 这里有蓝白盒 这里他就说 大家误会了柯文哲 他说柯文哲是重力妄议 重力妄议 他很坦白地讲说 我是默绿的 我的人大概都是绿的 但是国民党偏偏不信 一天到晚期待蓝白盒 这个误了侯友宜的选情 是 他认为柯P的动机 是求力而不讲义 只看利益而不讲义气 那国民党并没有看破这一点 所以执迷不悟 一直要蓝白盒 最后那当然失败了 这个是来自于 你看我的看法 跟他百分之一百七盒 而且你们都有雄 不是 我怀疑这个MASAO 是不是这一段时间 他都有看我的电视节目 有可能 然后受我的影响 不不不 我在开玩笑 你们可能互相 因为是同一辈 手见略同 对 MASAO跟同友手见略同 英雄所见略同 高雄 高雄 英雄 那这个沈大佬还 大战柯文哲选得漂亮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一直称赞他 这个是昨天 宗佩军站在节目问我 我说是这样 因为民进党 虽赢 虽赢其实是输了 因为他很惨 他是国会 差一席没有过半就很惨 他差好几席 那柯文哲是 虽输 其实是赢了 他很多人说他是输 其实他是 从此他变成 这个非常有关键力量的第三党 而且他说 你当不上总统 好可惜 我觉得不是这样看 现在他们很神气 他以后国会里头的运作 到底这个嘲笑也大 现在是注定嘲笑也大 现在这个民众党把自己讲死了 他说我们不进去组阁 我们不进去分 分位置 尤其是那个黄珊珊 一再讲我们不分位置 对 这个叫孤零钓鱼 因为民主政治 尤其是议会政治 尤其是内阁政府 你进去说 我的席次有百分之多少 那我们要组联合政府 那你里头有三个部 四个部 五个部 让我来表现 这合情合理 这个不叫分位置 但是民众党 爱面子 他们现在巴西 就觉得说了不起 我们真的是非常爱惜羽毛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不要 他自己讲什么不要 他进不去了 那进不去了是很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以后就是朝小野大 那朝小野大对执政党好吗 非常的不好 但是呢 倒过来 好你不进那个 不进政府 那你在国会里头 你是不是跟国民党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巩固的这个反对团体 他也不是啊 因为他不愿不屑 他不屑跟国民党结合 做永久性的结合 那就很可怕 那就是僵固化的朝小野大 他一直讲得漂亮 这个我觉得民众党的嘴巴厉害 现在以后虽然巴西 其实是靠黄国昌 黄珊珊还有背后的柯文哲 这三张嘴巴厉害 这三张嘴巴就是靠讲话 淘尽所有的便宜 所以他们就说 以后看谁对 民进党对 我们就跟民进党 国民党对 我们就跟国民党合作 这是鬼话连篇 可是如果选前不知道 那也就罢了 现在包括沈大佬 还有很多人都讲出来 就靠三张嘴巴 柯文哲 黄珊珊 黄国昌 那国民党还有可能 搞不清楚状况吗 还有可能被骗吗 国民党 国民党 这个被骗不被骗 国民党的水平就不整齐了 比如说今天连圣文 他就提议说 我们要修改法律 总统非得第二轮过半数 才能够张总统 连圣文 你这个去急救张的膝盖反应 你真的修成第二轮过半 才能当总统 不小心民进党就永远当总统 不是吗 有可能 因为后来大家都说 你要先本土化 你国民党本土化有问题 第二轮你不会赢 林圣文你有没有想好 你想不好的话 你问你老八 这个是很危险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但是我们要回来讲台湾的好话 从开票到现在 72小时不到 这个目前的结果应该叫做 政局动荡 暗潮汹涌 你有没有感觉到 没有 一点都没有 大家都平常过日子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政局的稳定 还有大家处变不惊 有变吗 有惊吗 大家都非常的 这个坦然 非常的心理 非常的安静 全世界找不到这样的民主政治 第一名 台湾是No.1 台湾No.1 可是因为这个沈大佬在选前 这个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经常就会跟我说 陈子你不要讲柯P 我不要说这个 你不要理他 你不要说这个 你现在柯P的做法 柯P的mentality 这种心态 加上黄国昌 加上黄珊珊 他们那么小的力量 就是要以小博大 以小博大 他最期待的就是 你上了他的圈套 他在玩你 他在玩你 你答应被玩 或者是你掉进了他的陷阱 他就大尾了 他就乘势而起 所以你最好的上 上之策 就不理他 那未来也要持续不理他吗 这看情形 比如说黄国昌 在昨天十点的记者会 他耍老大 他开了四个题目 要未来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要当院长的人 要回答 要回答这四题 我跟你讲 绿的回答是说 这个是要问这个候选人 适格不适格 有没有 他认为政府院长是适不适格 不是要发表证件 这个也不见得对 你看美国众议院选speaker Mark Cassee的时候 他们是有问他的 这个法案的优先次序 投了二三十次都投不出来 但是我们跟那个不太一样 但是你老赵 老赵这一点太认真了 老赵平时就不太开玩笑了 他这次参选了以后 除了去那个赫隆 夜夜秀以外 他刚回应这个黄国昌 昨天的挑衅 黄国昌讲了四点 他还加了第五点 今天加更多 加四点 九点了 他就好像去买一碗 那种最便宜的拉面 然后加开水以后 他拼命拉 加菜啊 加那个 有空不算的 加加的 变成这一碗 我觉得老赵 这一点啊 太严肃了 他太认真了 太认真了 他上个黄国昌的当 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没有没有 这个拉回来 因为老赵也不选了 老赵跟这个也无关了 你讲到这个 我可不可以脱题问一下 因为我刚才也问了 同样问了赵大哥这一题 因为其实外面 有很多来营的支持者 希望赵少康 可以去选党主席 或者是再选 下一届的总统 因为他自己讲嘛 这一次是副手的关系 他那个拿捏很难 他也没有办法 大明大放 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们今天 不好好的讲这一题 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对不起 我们的网民 我是认为这样 我昨天为了这个问题 打电话给他 我的讲法 首先讲结论 我说你不需要 很清楚的现象 说我不干 我不干这个不讲 留个空间 那要回答老赵 要不要去当党主席 现在很多 很多网络的谣言 就是说老赵鼓动 他自己的小鬼 去逼宫 去逼宫 没有这回事 老赵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做主席干嘛 做主席很辛苦的 要去种族 但是我是不反对老赵 去当主席 因为现在看国民党里头的人 没有一个 有这个本事去改国民党 除了老赵跟我以外 但是我不是国民党员 那你要不要加入国民党 不是 我跟你讲 我老赵就说我来改革 而且当义工 而且不领钱 你看 但国民党怎么会理我呢 现在有资格的 只有老赵嘛 但是老赵进去 当主席去改革国民党 有一个条件 就是朱主席愿意下来 所以我们要先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朱主席不会下来 朱主席会不会下来 我觉得他还 他当然目前是不愿意下来 好 那他应该不应该下来 这个国民党有以前的例子 就是说总统选输了 你就要下来 但是他现在 我们大家都可以讲 那国会选得不错啊 你可以用这个江公补过 可以不下来 也可以 所以你看你怎么讲 所以朱主席可以下来 可以不下来 但是过去一年 从提名征召 到一路相信郭董的鬼话 然后受这个柯文哲摆弄 摆弄 对一路下来 朱主席虽然他 其实他的动机也许不坏 外面很多人讲他动机不好 是为自己谋 私心 但是我通常我人好 你比较善良 我不会怀疑人家这种 但是你一路下来 你的过很多 所以这个过很多 我觉得我不追究了 但是你要 闷心自问 你要看看那个老师的意见 老师 老师有九点意见 朱主席如果你回答这九个 他的看法 完全同意 这个赖赖 这个马沙尔的讲法 赖正雄老师 你就留下来改革国民党 但是如果你这个赖正雄老师的 看法有意见的话 那我劝你 我们现在打给朱主席 问他要不要同意 不要啦 你也在演 你也很会演 没有啦 你赶快演 因为你时间不多了 快点 所以你现在是说 这个要奉劝赵大哥 他就先不要把话说死 因为未来还很难讲 如果将来朱主席觉得说 他继续做不妥 而且他改革的雄心 魄力不够 而且他后来 不要说逼宫啦 我觉得大家都不应该逼宫 这个让朱主席也不是笨蛋啊 他如果想来想去 为了国民党好 如果以朱主席过去的作风 过去的判断 过去的手逼 在他的手下 国民党的改革是有限的 那如果朱主席 以过去一年的领导 来从事未来国民党的改革 那这个是非常有限 那国民党就完蛋了 我这个不是逼宫啊 我是讲实话 讲实话 如果这样情况之下 朱主席想通了 为了大家好 我还是不干嘛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那除了 除了 赵少康 除了赵先生以外 只有沈大佬 但是我们不信任沈大佬 那只有赵老大 但是这些年轻人 是前发言人啊 前青年部的 这些说要自主一下来的 就是说 你来当主席 以战斗篮的领导人进来 我觉得这是千错万错 国民党最怕的就是说 哪一个派系进来改革啊 以战斗篮进来改革 我们才不干呢 对不对 你应该说我是纯然 我就是没有私心 我就是不怕得罪人 国民党没有这样改革是不行 所以我勉为其然 送人上西天 送到底 送西天不对 送一兵啊二兵啊西天都不对 真的是把国民党改好 四年以后有战斗力量嘛 所以呢 还是回到赵正久 赵正久 巴萨尔的这篇这篇是非常白话 大家好好看一看 非常白话 而且没有火气 而且虽然他加以来的一定是本土嘛 但是他的意识形态不很强 所以我劝告我们这个网络前面的所有军民同胞班 就是以非常平常心来看这篇文章 我保证心平气和之下 一定能够接受 84岁的人 他干嘛跟大家作对 賴正雄老师的文章 现在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搜寻他的名字 賴正雄 联合报 其实已经全文都在网络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这个另外呢 我们看到包括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国民党内部到底有没有人 除了赵大哥之外 我们看到卢市长 卢秀燕 其实我们节目也有谈到 可是时间来不及 老大怎么大佬 大佬怎么评价他 大家都想下一次就是轮到他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他有很多优点 他表现非常的不错 台中这一次也是全胜 不是全胜 就是几比二 没有是六比二 六比二 那我刚才也讲过 但是外省妹嫁给本土的台中的世家 做媳妇 而他做的有生有生 怎么轮也应该轮到他 但是他下一次要选的话 他面对的是一个寻求连任的赖清德 所以那个时候赖清德没有报复了 所有的报复 如果有的话是来自自己 所以这个到底两个人的将来一旦动手 开始以后 到底谁有优势 完全看从现在 往前走四年 国民党怎么敢 民进党怎么做 还有柯文哲 怎么导弹 柯文哲还是会有角色 对不对 这个角色不小 我跟你说 我今天刚刚有讲过 柯文哲的民众党 虽然只有八席 八席了不起 你看我昨天开了一个玩笑 这个柯文哲只要留三席就够了 然后其他的五席 两席送给国民党 三席送给民进党 让他们搞成五十六比五十六 那就差一席 那差一席 那三席 我民众党的 你们就完蛋了 所以呢 但是要看他怎么玩 他玩过头了 他过分的以小博大 他过分的 就是说 为了争这个脸皮 就很多地方 名声 名声 最后就是浩高骛言 那他就会变成泡沫 因为大家就失望 after all 毕竟你跟台北市长八年 没有什么两样 跨破咖啡 看破手脚 那你就泡沫了 但是你如果好自为之 因为我柯文哲的民众党 在立法院里头 结果民进党紧张了 国民党也改革了 大家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的话 他那个时候 他的效应就是所谓碾于效应 如果未来的两年三年开始 民众党渐渐变成一条 非常让人家敬佩的碾鱼 那了不起 那个时候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卢秀燕的选情 危机了 就会困难一点 大老我们来看 如果2028假设我们很大胆的预言 虽然还有四年 卢秀燕 柯文哲跟赖清德 这三喀都 还需要再蓝白和吗 还是不需要了 不是 这一次蓝白和就是很大的错误 所以不能蓝白和了 因为我一再讲 这个赖老师 马沙尔也同意我 柯文哲都坦白地告诉你 我的人除了白的以外 是白中代绿啊 所以你纯然 要跟那个白中代绿的人合 你是一想天开 一厢情愿 一厢情愿 所以未来 这个国民党要争气一点 你如果一开始 就自己努力打 会打成这个样子吗 不会 也不会养大科文哲 对 所以这个 你已经自己回答 你自己的问题了 对啊 只是说未来 如果还是这三喀都 我们真的很希望 三喀都就是 三喀都就是打法 很精彩 对 而且你想 全国总统是一个选区 但是如果你看地方 地方是单一选区 那柯文哲的角色 到底进来是伤了那个蓝的 还是伤了那个绿的 到各地都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有的很蓝嘛 有的很绿嘛 柯文哲这个候选人 有人偏绿 有人偏蓝嘛 像晚会 偏绿 晚会就偏绿了嘛 晚会偏绿 对不对 因为有博特市场 黄珊珊就偏蓝了嘛 所以她是杂牌军 你知道吗 所以把他们放下去 去选县市场 到底伤了谁 不一定啊 但是你现在国民党 变成很懒 就说 我们加起来就超过他 我们就赢了 天下有60%的人 希望朝野轮替 你胡说八道 那60% 不全是你的人啊 我同意 我同意 国民党就是输在 没出息 一直想要靠别人赢 我这样讲 会不会太过分 不是 你现在在骂朱立伦 我没有在骂朱立伦 不过 这种氛围 这种氛围 是朱立伦 引导出来的 对不对 营造出来的 好 因为刚刚有一个人 抖内我们很多钱 可是我已经 他已经不见了 要分一半给我 1490 谢谢这位网友 因为我来不及 因为我不好意思 打断大佬的说话 我有看到1490 非常谢谢你抖内我们 那这个 大家一起来关心 公共政策 还有政治 我们的国家 才会更进步嘛 对不对 非常谢谢沈大佬 谢谢再给我们 多一点知道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我是邵康 欢迎你来到 邵康上线的 今天我们特别来宾 沈富雄委员 沈大佬 刚刚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从这边的脸看 都好好的 我都在这边脸这样 这就是这样 就一半嘛 你选美的一边让我看 好 让你看美的一边 好 那蓝白到底合不合了 你一直 你现在是最乐观的 为什么 不是乐观 这是就事论识 因为要了解 柯文哲这个人 柯文哲这个人 其实啊 姚立民说他多变 其实姚立民本身也多变 多变的人批评人家多变 是很奇怪 但是柯文哲平能一讲 他很悠闲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很有理想 很崇高的政治家 但是他骨子里头盘算的 其实都是利益 利害 名利 所以大部分人现在都觉得说 没希望了 这个大概 蓝白盒大概就破局了 我觉得不至于 你看他当事人都没有讲破局 你怎么好意思讲破局 当事人竟然还说 大部分都谈成只剩一点点 对啊 所以你说藕断失联 当事人的藕都没有断 当然连失联都不用讲 而且他常讲说 都可以了 现在就是 只有一个总统的选举方法 就随政随复 那随政随复 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政论界 节目啊 都还在谈 到底两个要哪一个 我觉得也要怪 朱立伦跟侯友宜 尤其是朱立伦 你没台没仅 你又突出一个德国式 日本式 那这引来又一大堆 这个无谓的讨论 你晓得 在26号那一天 我就提出六部 这个六部里头 就是不要提出新的条件 不要提出新的最后通牒 不要提出 就是说柯辟有什么话的话 你不要很明确的回应 甚至这个政党协商 要很淡的去处理就好 不要太看重 你现在每次讲话 或是有一个新的意见的话 这个球 又丢回到你自己 其实球是 你丢给他 他马上给你打回来 所以柯文哲又多得 好几天的时间 柯文哲这两天 他的老毛病又回来了 他就十多天 十多天 Oh my God 那是很长啊 他的那个急重症 医生的说辞又回来了 他说我们当医生 最后30秒 50秒才决定 对对对 十多天太长了 所以我才讲 就引用那个火车的例子 柯辉宜其实是 最过的老式 你说火车过战了 不回头 所以你没有 他就是给最后通铁 给最后通铁是不好的 因为给最后通铁 第一个紧张的 就是你的主席 主席说 怎么这样讲呢 火车还没进 还没进 这两个多矛盾 所以我的讲法 是比较妥当 我又不像王世坚 就开玩笑 说等高铁到火车站 等不到高铁 那这个赖金德 讲得又活灵活现 他说民进党多年来 把台湾这条船 搞得很上正轨 千万这蓝白河的 这两个人 还在岸上 讨论谁是船长 这个讲得也不错 但是我的讲法是 这个车 这个蓝白河的车 是在车站里头 等你柯文哲 你柯文哲一个人 做的决定 就是这样了 你决定完以后 这个国民党 只有接的份 国民党没有办法 主动去挑一个 他要的公民 其实国民党 其实是可以讲的 他国民党应该讲说 柯屁 你很厉害 但现在所有的民调 虽然误差里头就麻花 但是毕竟大部分都认为 你稍微领先 那我们是输不起 光是一个民调就输掉了 我们背后一个这么百年大党 能够这样轻挑吗 但是你因为靠着你民调 你一直吃我们的豆腐 吃到今天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如果国民党早些日子 就这样明白的 在国人的面前 讲给柯文哲听 就是说你厉害的 就是赢我们的民调 一点点 一点点 其他根本不能比 有人比得很生动 这是国二的篮球队 再跟高三的篮球队比赛 对不对 你国二的能够当队长吗 没有这回事 但是柯文哲现在又讲了 这个最后几秒钟就可以了 现在十多天还长 我觉得他讲的话 虚虚实实 有的时候是很实在的 所以我不排除 最后 最后他觉得说 他理智回来了 他想说如果 我不现实一点 我八年来 当了两任台北市长 还有我最近这一年的 这个呼呼唤语 所得到的成就 转眼成功 他又回去当一个 小党的党主席 大不了就不分区多三席 多三席又怎么样 所以柯文哲也许说 我的最高 maximize 我的价值极大化的时间 其实是一个礼拜以前 我错过了 现在我的名料下来了 何谓上去了 而且上去的邪律 跟下来的邪律 刚好是相反 所以是 这个严格上讲 是气宝的现象 所以他现在 不赶快抓住 他这个 收割 收割韭菜的 最后的尾巴 赶快连跑带跳 从那个韭菜园 赶快跑到车站 跳上火车 要不然就一切成功 你会死在铁轨上 所以我觉得 我就根据柯文哲的个性 他最后恐怕会这样 那有人就像罗志强 罗志强就说 那你要让他设计一个楼梯 让他下来 你讲这句话 你就太不懂柯文哲了 柯文哲需要借口吗 柯文哲需要楼梯吗 柯文哲在三分钟内 可以给你十个敬 十个excuse 他的人会不会听他的话 会啊 会啊 你看他现在 他的人会反弹 会怎么样 不会的 现在柯文哲的政党 就是一切听他的 所以我当然这个 也读很大 但是我不需要读嘛 我就是说 大部分人没有看清 柯文哲的真面目 所以我那个说 他最后会同意南百合 而且那两个方法 三个方法 四个方法都用不上 为什么用不上 进入政党协商 就没有这两个方法 而且时间上 也不容许你 就是说 我也不懂了 照理讲 他学科学 学医学 因为很理性才对 其实我最早就是这样讲 我最早最早 我就说 从理性来看 你柯文哲讲过 我现在五个不分区 我将来八个我就不输了 他讲过 那好 那如果蓝白河 假设你当副总统 对不对 当副总统 然后内阁里面有五个 六个重要的 行政院副院长给你挑 副院长给你挑 院长国民党组 然后五六个 重要的部位所长 环保部 卫福部 什么都给你 财政部 因为你很会省钱 太好了 对来讲 他这个党就大起来了 太好了 就稳定住了 那如果你不要 那如果两百不合 通通输了 你就是五个 变八个 变十个 又怎样呢 又怎样 四年以后 就泡沫化了 就泡沫化了 所以我讲 有人会笑我 说万一你错了 万一后来真的 真的破局了 那你怎么自处 我很简单 我也不需要楼梯下 我只是说柯文哲的失算 造成本人的误判 对不对 就这样嘛 就是说你用理智来看 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 他有的时候 好像就很情绪化 柯文哲 你知道好像 把我当成乞丐一样 这什么是乞丐的 德国的绿党 对不对 就联合政府 德国绿党 现在是副总理是他 外交部长是他 环保部长是他 他也没有像乞丐 我现在干得还蛮开心 他是说组合权 跟副总统的交换 这个本来也不是交换 而且不管你 拿到哪一个 都不是乞丐 天下有这么 有这样的乞丐吗 有这么富裕的乞丐 那你说 本周就应该有结果了 因为也不能再拖了 来不及了 我跟你讲 本周已经礼拜二了 你不二十号去登记 你总要几天 做一些筹备工作 你不是 你填表是后面的事件 但是你要拍个照 你要安抚一些 反弹的声音 你不能说最后一天 所以你说15号吧 对不对 那差不多了 很快了 剩下一个礼拜 你看18礼拜六 19礼拜天 20号礼拜一 就是真的没有多少时间 没有多少时间 就是这下礼拜 就是一个礼拜 就是这样子 你说我紧张不紧张 如果万一错 我不会 我觉得很刺激 我觉得很多事情 反正静地而为 真的一切交给上帝 好 那你认为汽轲保猴 已经汽轲了 你说我们列导这个民调 是吧 对啊 你觉得是 你三角都四角都 侯友都在267 就这边 柯文哲最坏的掉到15点多 你想 如果这个趋势 因为他是滚动式的 如果柯文哲再掉个2帕 侯友这2帕都过来的话 哇 他们的差距就是13%到14% 这个是气得相当不错 你常常举联宋佩 说气宝 那起码有20% 不会哦 我跟你讲 如果柯文哲搞得不好 他被气的最后的这个百分比 我不排除是13% 是13% 那100减13除2 当选是多少 是87除2 是43% 要有40% 我讲的李延宋佩 是国民党 他们说侯友会被寄 我说侯友再寄 连战当时有23%多嘛 侯友不可能少于20%嘛 对 好 那你说朱立伦给柯批喘息 什么意思 朱立伦现在当时 我看朱立伦好像比侯友 还希望能够合成 因为 你看这个小标题 你就不会了解 这个还是回到 我25号讲的六步嘛 就是说你不要给他借口 你不要去蹭他 你不要给他旅游造势 这里头 这个朱立伦一天到晚丢东西给他 丢东西 就是 柯文哲本来觉得说 哇 这时间的压力还蛮大的 我不得不表态 你丢一个东西 我可以反弹 我反弹就起码用掉 三天到五天 这个就是所谓 柯文哲得到喘息的时间 你现在从现在都不要理他 你觉得从现在到下个礼拜 中 柯文哲能够完全不讲话吗 我觉得侯友宜跟朱立伦可以不讲话 不讲话 反而有权柄 你知道 你不得不讲话 压力在你这边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比朱立伦急 这朱立伦是没用 你急就展现给大家看 柯文哲最近的表现不好 为什么呢 你看他在那个葫芦公 这个满脸那种焦虑的颜色 还有他爆出口 说粗话 说喝杯 把喝杯看成什么 这就是心中急了 还有他老婆 陈佩琪说 他三天没有回家 我想 是不是到南部去了 我不知道 他不是有一个宣传车 在那边绕吗 对 我跟你讲 这些 如果陈佩琪晓得 他是在南部 他不会讲这句话 他不会讲 对不对 他晓得他在屏东 他怎么期盼他回家呢 所以最近这一个礼拜 其实柯文哲是相当反常 但是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骚扰的演员 你知道 是一个不精彩的演员 但是 绰绰有余 来骗朱立伦跟侯友谊 好吧 这个柯文哲 说要把郭台铭纳进来的 财经政策 所以让郭台铭能够转身 华力转身 你怎么看 会这样吗 郭台铭现在 郭台铭之后会怎样 你不觉得这是 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笑话 这个是帮郭台铭 有一个下台阶 现在郭台铭不选 刚刚我们节目里头 他们讲说 这个跟老共的 没有关系 查岁查地 对对 我不太同意 因为郭台铭不是怕老共 郭台铭是怕 红海的股东 百万 股民 你知道 百万 这个是没脸见他们 所以 以前过来没先讲过说 没有两百块不退休 是吧 还多少钱 我忘了 反正就是 一百块 因为四年前 我是帮郭董 帮了三个月 所以整个过程 我完全清楚 那现在四年后 他有更精明吗 因为四年前 他最后走到 无路可走 最后只有塞两三个 到 部分区 柯P的部分区 现在不是重演过去吗 四年 你说做人要精明 你一点都没有进步 这个怎么是华丽转生 华丽转生 是你转生转得漂亮 人家福气了 我觉得现在是 不 我们就不要讲他了 那郭台铭 那个柯文哲 一直拉他干嘛 我觉得 郭台铭是有一个优点 就是 菲律这边 总是看上他有六趴七趴 那不得罪他 这六趴里头 有一点点 跑到我这里里头 不管将来是蓝白河 或是我单独作战 我不得罪他 而有他的一部分支持者 回流到我这里 那不多好 这个每个人就是 算盘算到那么细 其实不必要 你知道吗 选举不是这样算的 选举你自己能干 气起来 郭董的人就过来了 不是求他 不得罪你老板 你底下的资者 就会看在 我对你老板好 所以你的表就给我 是这样吗 那就是这不够能干 怎么办 你仔细看 这次几个候选人 连赖金德选的也不好 连赖金德选的也不好 我也不选的不好 所以我常常衍生成 你只要看清 台湾的选举的过程 老共你不要紧张 你知道吗 你这种选法 这种人才 再加上 每年加剧的少子化 老共你担心什么 对不对 台湾没得跑 所以现在这三个人的 两岸政策 老共那边有专家讲 是不通的 为什么 一个行不通 走不远 一个走不远 一个走不得 所以老共很清楚的 他不必急 他不急 因为三个人 像你也常常主张 说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这是很短期的 未来的 打选战的看法 长远来讲 三个人没有差别 所以三个人应该 好好好 自己没有空去想 叫一些幕僚 趁这个机会 去想 我们是不是要 一昧的听 老美的话 把自己变成一个豪猪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我们要变成豪猪 我觉得我们有 百分之一百的权利说 我才不要 因为我们跟北京的关系 不必要打到血流成河 对不对 当然 你打到血流成河 你自己倒霉 老公一天到晚讲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他自己打不自己 他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要承认你是中国人 你认为你是外国人 他就说 那我就没有这个警战 如果你都不讲 你是什么人 老公当你是什么人 如果你从来没讲 他当你中国人 是啊 但你不要说我不是 对 你一定要说我不是 你不必是天天 反正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 没事 你不要去 他最在意的是 你不要去捅他 好不好 郭台铭已经交百万 一百零三万份了 所以他们媒体是说 会四角都 真的会这样吗 细卡都 细卡都啊 就是郭台铭会下来选 我觉得不重要啦 我觉得比较care 四角都而不是三 是柯文哲 因为郭台铭的票 是吃掉 吃掉柯文哲 远多于侯友 所以如果四角都出来 柯文哲的票 掉得多一点 不过也差不多两%嘛 不要看那么细啦 那个赖佩侠怎么办 如果柯文哲 那个郭台铭不选 每集都放掉啦 不 我觉得没有 这个 没有关系 这个郭台铭要处理 但是有人讲说 郭台铭会把赖佩侠 这个给柯文哲 柯赖佩或是不分区 你觉得这不是 柯赖佩不太可能 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笑吗 我跟你讲 柯文哲连侯友 都看不起 都看不在眼里的 他要的 他要的是韩国语 可以替他造势 你觉得他看得起赖佩侠吗 不是我看不起赖佩侠 这个是胡说八道 乱讲一通 郭台铭最近低调 不露面 那天跟赖佩侠 去送了百万份联署书 为什么 他在干嘛 我们不需要猜他为什么 黄世修说研究政策 现在研究什么政策 这个 我觉得黄世修 黄世修拿了高薪 当他的候选人以后 就不是以前的黄世修 所以你看真的 我跟你讲 有钱很好 能使鬼推磨 能使一个人 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郭台铭就是 不愿意见人 因为他见了人 人家会问他一些 要讲话 要逼他讲一些 他不太愿意回答的问题 躲起来最好 好吧 梁文杰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又被人家又抽烟 又什么 两个辣妹进 同样的 说同样的人来接待 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你讲 梁文杰是我最失望的 一个民进党员 因为你晓得 我一向 我一向挺新潮流 因为所有的派系里头 新潮流里头 能干的人最多 我常常讲 最早的时候 对 我常常讲 民进党没有新潮流 就不是民进党 你把他新潮流抽掉 那民进党就变成 剩下多少 剩下大概剩下 五分之三吧 但是最近我的看法改变 这个真的多年 大家不见 我们没有共识 那原来民进党 尤其是新潮流 可以变得这么厉害 因为我当年是 民进党的党团的 政策会干事长 很大的哦 那梁文杰是我的部下 是这个林作水派过来的 他表现得很好啊 他表现得很好 那后来我不晓得 为什么变得这么厉害 但是呢 不是今年才变 我有一次去上 李金玉的节目 那梁文杰也来 我也来 我们同一代 我第一句话就说 哎文杰 你怎么变得像我以前 跟别人都没什么样 那他就确实没有回答 所以梁文杰 是今天会使人改变的 不是 我觉得权力使人浮华 你看他如果没有一路 观念的恒通 我想他也不至于 烟瘾这么大 又要跑这个澳门啊 跑这个 这些这个娱乐场所啊 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我觉得晚会 今天有一点听懂啊 我觉得徐晓鑫打这个 去打两个董窟妹 然后打这个抽烟 都可以打 但是不一定 打得对 打得准 我觉得这四个 你看一个梁文杰 旁边站着庞门安 在旁边站个李文忠 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还不晓得是谁 这个不知道是谁 这个都是赖清德的人啊 赖清德我们未来 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总统啊 那我们要选一个 他所依赖的人 他所依赖的人 都是这样 竟然夜间是在做这场事 那我们台湾的未来 还有会 还可能会有很大的进步吗 因为这些人 不是你理想中的 真的说是有抱负 有能力 会认真把国家的事物干得好 他们都要做这种事情啊 他们的晚上 比你的白天还没力 这种事情是 我一辈子不会干的 你看我们那个正义连线啊 我以前是会长 后来变成荣誉会长 他们去找建商来出钱 然后去有一个办公室啊 然后去做一些 类似的事情 他们从来不通知我 很像荣誉会长 不用通知 我们就赶索 你不用来 我从高到这种程度 你看厉害不厉害 不搞政治 我讨厌 就是说他还是要钱嘛 对不对 选举还是要钱 运作等等 是啊 但是你又不想 因为你拿了人家钱 就讲实话 你就很难不受他的影响 那怎么办 不然有些人的钱 我是不拿的 这样 就好像有些人的告别式 我是不去的 你相信不相信 我一年 从头 从一月到十二月 我所有的婚伤喜庆的应酬 我算过的 我一年不超过二十次 厉害不厉害 厉害 真的是每两个礼拜 因为一年五十二个礼拜 我两次二十次 每两个礼拜才去一次 厉害不厉害 所以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 那不容易 但是你可以节制一点 你看每一个人 你看我们现在从政人员 蓝的也一样 每一个人瘦得很少 都很胖 你不觉得吗 应酬很多 每一个人都很胖 不停地吃 是啊 一拖接一拖 好 你这个翁岛东的官司 为什么那么快就结案 你是十月二十才出庭 对不对 是啊 我记得是二十 然后没多久宣判 人家很多都搞一年 你怎么那么快 而且你也没带律师区 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你讲 翁岛东是在国内 他是在台湾 但是他选择不出庭 这个什么样的人 他六十多岁 看起来不年轻 他比你年轻 但是看起来比你老 那他选择不出庭 他请了两个律师出庭 那我单超一个人去 那我跟我的助理 前助理 现在是当律师 他办我写了一个答辩状 写的有模有样 旧法论法 我不同意 但是我是不好意思 就因为他没有收我钱 通常一个律师要十万 论笔费都没有像我要 所以他说你这个 你犯这个条文 就只能这样 你就只能讲 你有一度也告诉我 你就尽量也讲说 我讲这些话 是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 跟他的人格 跟他的人无关 我是评论事情 不是去诋毁他的人格 你这样才能摆脱得掉 我怎么想 我都不太同意 但是他坚持 所以我就不跟他辩了 但是我到庭上 那你状子有没有递出去 寄过去 但是我到庭上 我还是把这个故事讲 我说我能干的前助理 帮我写了一个很好的状 不收我的钱润笔费 那我们就递上去 给庭上过目 但是我还是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一辈子的书都白念了 正希哥也白念了 对不对 我这个样子 就是要让他有所收敛 他竟然不知悔改 还敢来告我 因为我从美国回到台湾 整整38年 你想要38年 我被人家告毁谤 几次你知道吗 一次 就这一次 谁告不是 这个不算 谁告我 张俊宏告我 因为我说根据 智力晚报讲 张俊宏为了选举 他有人头党人 他告我 他也没来 也是我自己去 那庭上问我说 你怎么说人家有人头党人 我说不是我讲的 智力晚报 你有依据 对我有依据 就没事了 也是意思 这个东西也一样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判决文 判决文大概还要再过几天 因为法官是这么讲 他说这个被告 虽然用词有一点粗皮 有一点尖酸 但是他认为 这样的讲法 在社会公众的判断里头 不至于影响 这个自诉人的声望 跟名誉 这个很有意思 你听懂听不懂 听不懂 我跟你讲 我如果讲这样 会损你的名誉的话 如果我用这个骂孔子 有没有损孔子的名誉 没有啊 对不对 我如果用这样的话 骂江阳大道 有没有损他的名誉 他已经没有名誉让我损了 我如果讲这样的话 会损一个名誉 他就是个犯夫走出 这个一介草民嘛 但是犯夫走出一介草民 我不会骂他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法官 蛮有逻辑的 那个法官的讲法 跟我讲法还是很像的啦 就是说呢 不能只看这两句 要看前后文 对 那前后文看完了以后 他其实并不是针对他 而是针对整个事情 这个他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讲说 就是整个事情的评论嘛 我不是真的你个人 你个人怎么值得我来骂你了 我就是整个事情的评论 所以因为对事情评论就 就无罪啦 其实就是就是 那是可受公平之事嘛 我们本来就是要评论事情 不是我跟 我跟那个学法的人看完 也不太一样 你说要严格的分人跟事啊 其实很难分啊 有私人才有私籍嘛 你做这些这个狗皮倒灶 讲这些事情的话 你这个人就有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我就是 而不是论人 我觉得这样就枉费了 我这辈子回到台湾 38年 那个孟子的腾宫篇的下篇 就说孔子成春秋啊 乱成贼子剧 他一点都不剧啊 他一点都不剧 他大概不是乱成贼子 好吧 不过你大一的时候 你怎么就把那个什么 法律的那个高检通过 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 因为我最不喜欢学医 这一点我跟柯P很像 那我后来 因为我是保送第一名啊 我只要谢OK 我就是一科了 这个很 这个别人求之而不可得 但是我如果说我不要 我爸爸妈妈也不会骂我 但是我看他们 他们也没有逼你 有没有逼你 没有 但是那个压力 那种无言的期待 眼神的期待 比骂你更严重 更严重 人家来做美 有钱人家女儿要嫁给我 我都逃掉了 这个也要逃 台南听说那个有钱人家女儿 都喜欢找医科的学生 而且他会送你一栋三层楼 那个时候三层楼是 那个叫什么 看天的 透天处 透天处 然后你住三楼 那二楼 一师娘在算钱 一楼是你的门诊部 你看我去美国22年 后来在1986年回来 还是这样 不是 我跟你讲 我坐车子从火车站 坐自行车 要去我家 你小的 我22年没看到台湾 台湾变成 在我眼中 台南是变小了 因为我离开的时候 我的心目中的台南市的 街道 巷子 房屋 我进来22年没看到 我怎么变成这么小 那变小到什么声 一下子 驾驶车跑过头了 我跟驾驶车说 不对不对 我想要回过头 我家不是这样 还要再回过头 那时候我看到 有很多医生 就是做得不错的 真的是三层楼四层 我就觉得真的百感交际了 我就想这是我爸爸 要我这样做的 我今天离乡背井 22年以后回来 竟然没有 竟然不是这样 竟然很对不起父母亲 是这样的 会这样感觉就是 是啊 不过也不错了 这就是 这个你不同的成就 如果你开个诊所 也不错了 就反正人各有志 对不对 这个不一样 好 那 父母对孩子都有期待 他也不讲 但是呢 他 他 就我大一生大二的时候 我想转法律系 我觉得我很适合做律师 做法官 我爸不讲话 他把他污日国中 几个台大法律系 去当 跟他同事 做老师的 一起请到我家吃饭 然后就跟我 他们就讲 听说你想转法律系 都学长嘛 对不对 我说是啊 我们都是法律系统业 我们都是国中教书 那时候 法官律师不好考 对不对 他说你何必要转呢 你有兴趣 自己看书就好了 法律书所以一看 你念工程 你不在学校念 你到哪里去念工程呢 我 当然我没有完全被说服 但是我 就是说 我就体会到我父亲 嘴巴不讲的用心良苦嘛 对不对 其实当年 想想看 我的本性 其实当法官 是最适合我的志趣 我最近看到一本 张瑜法官写的书 因为你做法官 每一次在写判决文 你的判决的理由 那一段 其实是很费心的 而且你可以写 真的非常 非常动人 漂亮的文词 那个其实 是我的看家本人 但是我现在也不后悔 我看到法院被人家 这个司法资源浪费到 浪用到这种程度 我很庆幸 我没有跳进去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 看到一些台大 新闻研究所的人来参观 你还没来 我告诉他们 赶快讨 现在新闻没有什么好研究 你这样跟他们讲 对 人家要受你鼓励 那詹尼在旁边很急 因为他是他们的老师 他这样把我拉开 说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我说没有错 今天的新闻 没有什么好研究的 还是有 好吧 那既然学了 就鼓励他们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观众 来看这个邵康上线了 希望你订阅邵康 在你日子 按分享 按开节目的银铛 也谢谢沈委员 来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沈大老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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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对 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先关掉好了 先把冷气关掉 看该也会觉得冷 他也穿很少 好 五 三 就要把他关了 我是邵康 欢迎你来到邵康上线 在我们今天上线的来宾 沈富雄 老朋友了 沈富雄委员 沈委员好 你好 大家好 是是是 那 为什么你说 只有侯柯佩 有可能跟赖庆的一拼 那国民党应该提供 部长席次给民众党 因为这他就是讲了 那个柯文哲里面讲说 不要谈分配 分配什么分赃 我们谈理念 等等等等 而且之前柯文哲也说 我绝对不当负的 民众党里面 也相当的人说 不能和不能和 你怎么看 因为国民党对这个蓝白河不能忘情 那郭董之乱到他宣布参选以后就告一个段落 因为他把自己搞烂 搞糟了 变成身穷水尽 所以但是国民党为了郭董之后付出的代价是很大 差不多九八九个月来把自己掏空了 然后我就讲 这性格不好 想第一个走 想郭董没完没了 真的没完没了 到现在才勉强要了 还没有 还没有 郭董还没有开始登记 不是 还没有开始连署 不是 跟他连署都没有关系 就是国民党里头 还有人 我苦口婆心的在节目里头 劝国民党人 就不要理他 还是很多人 就说不理他 不理他 稍微有人正 聊播 聊播一下又回来 又把这个所谓整合 又把它放进来了 这个真的是 这个春风吹又生 你知道吗 主要的原因也是 因为国民党里面还有一些人觉得经济蛮重要的 觉得郭董可能可以让台湾经济好一点 大概是这样 有点期待 真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国民党没有学到教训 从现在开始到十一月十七号 如果你心没有很笃定的话 恐怕你会开始去吃柯P的亏 因为柯P是很厉害的 我开始的时候就不是很 我们虽然很多人 才比如说我很像柯P 他说如果我慢一点出声的话 说柯P告诉他 就是神父兄了 柯P说你就是他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柯P在这次的选举里头 三个人里头 毕竟他的IQ是一百五十七 所以他的表现 跟侯友宜相比 跟郭董相比 甚至跟赖清德相比 我觉得他最厉害 因为他非常 因为你看他的部署 他的这些助理们 他们观察 柯文哲很辛苦 他每天花费在这上面的时间 很多 但是大家不要忽略到一点 柯文哲喜欢这个东西 他享受 所以他想出一个办法 稍稍头想出一个东西 试试看 有用 快乐得很 但是柯P是一个人政党 他是一人政党 他的幕僚 他的智库 他的助理 其实都没有用 他大概想到新的东西 也不会告诉他们 他告诉谁 告诉今天爆上灯的 他就有一个密室 这是跟国民党沟通的 周宿宇 周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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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跟他吃午饭 那个人是干嘛的 这个人现在就是他办公 科办主任 原来做什么的 原来也是 原来也是 就搞政治的 也算是年轻人 所以刚刚 刚刚我问林沈宇 我们进办公室的时候 我问他说 你们 可不可以告诉你们 他的脑筋里头 最新的想法 他说我们都 江俊廷 真的是朱立伦 他的办公室 周宇修 周宇修 对 周宇修 对 周宇修 你晓得 你晓得 那个林沈宇告诉我 我们都像周宇修打听的 所以没有错 你知道吗 在单线指挥一个人 所以他们民政党的人 也要向周宇修打听 是不是意思 我觉得两边 都有意识说 是不是可以提高层次一点 比较平凡一点 沟通比较直接一点 但是两边都怕怕 我觉得 科幂这个人是 常常把自己 他想的结果 他把自己表现得 很高尚 很有理想性 但是有没有那么高尚 这就不知道 我觉得科幂是一个 很务实的人 他的每一个 雄怀 每一个步骤 就是对自己 或对自己的党 有利 他才出手 不利的事情 不干了 不干 所以你看郭董 这样 千方百计 要这样 拌过来 要粘上来 他有饭 他有吃过亏吗 他有被郭董 这个吃过豆腐吗 他只有在金马赏月 那一次 实质紧扣 其他都没有 其他都没有 所以现在 到底是 你讲蓝白和 是蓝比较想和 还是白比较想和 我觉得蓝太复杂了 我都是讨厌 不想去讨论他 我们从戈壁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要想两个 两点 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 柯P要 绿政府下架的心 有多强烈 你觉得有多强 强不强 我觉得不是很强 我觉得在柯P的心底 我不排除他还是想 跟女合作 不是 蓝清德会选上 所以 他现在打了算盘 就是说 大家都不过班 那我这个最小的党 的党团 是很有用 因为你大概不敢 做朝小野大的事情 所以你要求我 总统 总统的党 要求我 那总统党如果是绿的 那他现在要绿的下架 的主张 就不能很明显 不能很坚定 也不能很 很常常讲 所以 所以这一点太重要了 如果他的心目中 没有要民进党政府下架 那他的想法跟国民党 还有跟很多要政党轮替的人 就不一样了 他还谈什么蓝白河 就不用河了 不是 然后他就在想说 那我的党现在 他知道他的党有多小 多脆弱 所以他要他成长 这点是毫无运的 我觉得柯文哲就说 自己要 要往上爬 政党要成长 所以他我觉得最令我震撼的 就是说当逼到渐渐要合的时候 人家问他说 那是不是可以谈 他丢出一个说要谈 那个隔壁同意权 从那一句话 那个吴子家都可以想说 讲这句话 那他就不一定是要蓝白河 蓝白河也有可能 吴子家的想法跟我一样 如果是那先得当选 那你要合 是选后的合 而且是绿白河 但是我觉得他丢出一句 这句是修宪的题目 是要四分之一提案 四分之三通过 才有各国同意权 不过这个讲法 也就是书 书呆子 我觉得不见得 如果朱立伦答应他 我们选上了 我一定会把这个隔壁的任命 这个政府的任命啊 就说虽然宪法没有规定 但是呢我交给立法院 就同意一次 同意一下 这个没有违宪 宪法没有规定 我可以做吧 对不对 我说尽情同意 这样可以吧 这个叫宪政惯例 那有宪政惯例 以后没有宪法规定 也可以啊 但是这个是柯辟要的吗 这个是谈了以后 蓝白去合了吗 有这么简单吗 还有我的主张 我主张说 国民党不妨副总统给他做 因为副总统给他做 你说那个部长 可以这样两席三席啊 才有保障啊 要不然你说 好好好 两个部长让你做 然后过了几个月 关掉 那个院长说 你明天就不要来啦 被请辞的话 你够说 够说的 你这个牙齿吃黄脸 但是如果 他的党的主席 坐在总统府里头 是副总统 我问你 这个院长敢吗 对不对 那副总统在 总统府里头 造反案怎么办呢 何况 我再 你再退进一步 退一步想 如果这样的和 就是说 我们是总统 是国家 你要一总统制 分享政权嘛 就是说 做了副总统 还有两个到三个 部长 而且我 我觉得国民党 可以慷慨到说 这个卫福部 让你做 因为你喜欢嘛 这是你的本业 还有我本来建议说 农业 这个劳动部啊 就赖相应的关系 我甚至建议说 财政部长你做 我觉得如果国民党 放出财政部长你做 而且是 只有一组名单 我觉得他百姓 很感动 就是说 因为现在政府 最人家所诟病的 就是债务不断的提升 没有财政纪律嘛 我财政纪律 都交给这个 非常抠的 科幂的党 我觉得 这个大家的认可 跟回响 会不错的 那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后来 选举的结果 这一组 只有一组哦 还是输了 那我不是 我这个界不是 白讲了 科幂不是 什么都没有了吗 但是科幂原先的 理想中的 目标迈进的是什么 八席不分虚 对 是五席变八席嘛 我们就更慷慨 给他十席啊 好 现在他们 民进党也不过十三席 你有五席变八席 你能够要到什么 你说 我要各个同意选 我要各个同意选 民进党也可以答应他说 我可以跟你们 如果你因为你没有八席 我也可以 也可以什么 都可以谈 但是如果我刚才讲的 国民党先给 给你副总统 然后给你部长 结果落选了 这条路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在党团的成长 由五席变成八席 还是照样进行 并没有因为 有了那个构想 有了那个策略 这一边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唯一有这条路 才能说服科幂 要不然我就讲说 这个蓝白和 此路不通 最后 他叫各拼 各拼本质 最后还是 两组到三组 那这个就很难选 那就看到最后 有没有记保了 不过我问你 如果到时候没有和 你认为科幂能当选吗 没有科幂能当选吗 这个我也讲过 你都没有注意我在讲什么 我上个礼拜 跟两个礼拜 就要跟我们观众讲 你认为今天如果不和 讲三组好了 郭董算不算了 侯友宜 柯文哲 赖清德 因为科幂能当选吗 科幂还是侯友宜 科幂 科幂不会当选 科幂是绝对不会当选 从这个角度看 科幂如果自己也这样认为 说我如果不和 我也不能当选 那就合作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个 我认为他也是这样想 所以他其实最早 抛出联合政权 联合政委就是他 对 而且他现在 这就是我告诉你 我一直不懂 就是说大家 谈谈怎么分配 有什么问题 这个分章 分什么章 欧洲 联合内阁都是谈的 权力就是分配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老百姓 不能够 适应 而且被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很怕你和 就给你污名化 不过我们回来 你刚才讲的 有一点误导我们的观众 我们如果说科幂你想 你不会当选 那我国民党为了 比较有选胜的把握 我要的是 你不要去登记 你不要登记 这个才是关键 或是你登记成 我的副总统候选人 对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 说爱家哥 珀啡弟 科幂也知道 非何不可 所以他 但是不难看 所以就是 我们先谈理念 那什么理念呢 格魁同意权 是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 从来没有反对过 国魁同意权 本来我们的宪法 就有格魁同意权 格魁必须要 立法院同意 我们当立委的时候 都去同意 后来就因为李登辉 觉得说太烦 还反对我提的人 所以拿掉了 那拿掉了 这样就变成说 秦政院长变成好像总统的仆人一样 总统自己讲 好像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认为说 柯P提出一个 国民党也不会反对的 不是 你觉得国民党会反对国会同意权吗 不会 但是柯P为什么要丢这个当作 第一个谈的条件 第一个他表现他很高尚 他有理想性 还有第二个 他如果有诚意的话 他应该讲宪法没有规定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谈 如果你们党跟候选人选上了 我们是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宪政官吏 我都同意了 我觉得这样讲 就合情合理 对 我都同意 我对于说他为什么要抛出这个 就是认为他就是要铺路了 就是他预备后面继续谈 我觉得他在敷衍 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他不排斥谈 不排斥蓝白河 我觉得他不排斥了 那他为什么不跟郭董合 郭董也在拉他 我觉得好奇怪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他吓都吓死了 为什么他吓什么呢 因为 明西迷 这个就像男女关系的跟骚罪 你知道吗 跟踪跟骚扰罪 已经被你吃了一次便宜 陪你去看月光 因为郭董从来没有讲 我跟我合 你们贵党财务很困难 我通通我负责 而且我不一定要做正的 我做负也没有关系 那就合了 但是郭董到现在 对民众党的表示 都是先让大哥做事 他有从这个立场让步吗 没有 没有让步大家都吓死了 因为他做负 他你愿不做 对郭董来讲 我觉得他 他不会做 他郭董当得好好 干嘛来钢负的 对 那柯P为什么要跟他谈 但你知道柯P为什么 柯英侯友谊他愿意做负的 谁做负的 柯P 柯P 如果他做侯友谊的副总统 他为什么愿意做呢 他为什么不能当 郭台铭的副手呢 绝对不可以 对为什么 我觉得柯P的心中 他也有他的一把尺 他也有他的标准 因为如果为了这个 不管什么原因 让郭董进来当政 他退为富安 我觉得这个 还是不一定会赢哦 但是对民众党的伤害 跟他对个人的伤害 还有大家对民众党的观感 我觉得恐怕是负面 多为正面 大家都忽略了一点 尤其是郭董本人 他其实说当为 当作一个标的 我觉得他的 liability 远高于asset 就是说负债 远多于资产 你民众党 把他拉进来当政的 我觉得 这个政坛又要 又要混乱好长一段时间 那跟国民党合作 没有这些问题吗 我觉得问题比较少 因为郭董 因为郭董毕竟不是一个 从头开始 就不是一个正正派派 正正当当的候选人 他都对保罗给你资 就是要花负 没有花负不行 这个 要不是他那么有钱 我觉得 我不晓得你行不行 我这个连做梦都不敢想 那就是因为他有钱吗 有钱就可以这样 那他认为可以 我跟你讲 美国有钱 非常有钱的 Pro 不是 靠钱 结果到达的目的 是什么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 只有一个职儿 他拿钱 去最穷的州 为什么 当州长 当州长 那真的 另外一个 安绍 尼尔森 他当到纽约州长 上去上不去了 所以金钱在美国 金钱帝国 他能够派上用场的程度 还是有他的性质 不像郭董 好像我要什么都可以 我才说 我们都替他觉得羞耻 他那个时候 可能说也看到川普了 川普也是有钱 也是一来就做总统 也没干过别的 所以他可能是想效法他 好吧 不管了 你说侯友宜不能当父子 当父子要把你 你会把房子赔掉 为什么 不是 因为绝对不可能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 这个连理由都不用讲 我跟你讲 如果侯友宜接受当父的 柯伯当政的 当然现在很多民调 支持侯友宜父 柯文哲政的 要远比倒过来 多 现在大部分的民调 大概五个 起码有四个 主张柯政侯父 那是之前 因为那个时候柯比 侯的民调多很多 现在又倒过来 不一定了 民调会变得 但是民调 现在说要侯政柯父的 还没有出来 但是柯政侯父的 这种结局 对我来讲 是不堪设想 不 我也觉得不可能 不堪设想 我们俩也不会同意 侯友宜也不会同意 大家都把 我愿意去买一栋房子 来送给黄伟翰 当作一个标题 当作一个大新闻 真的发生的话 一栋房子都还不够 太好笑了 因为你要送房子很爽动 好不好 说柯文哲跟朱立伦的 沟通密使曝光 就你刚讲的 柯营的竞选办公室 主任叫周渝修 对 然后朱立伦这边是 国民党副秘政长江俊廷 然后说他们两个在联系 而且柯政营说 因为朱立伦跟侯友宜 利益跟目标不一致 反而容易蓝白河 就是说如果侯友宜跟朱立伦 同样一致反而难谈 是什么意思 利用国民党的矛盾吗 这个我完全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那这个柯政营 其实他们想要接触 这个蓝政营的目标 不只党中央 也就是说不只朱立伦 他们其实也尝试 接触侯伴 甚至金小道 因为都在摸索 都在试探 不行的话 对方没有回应 就是只说不答 看到了 但是不理他 这种情况 我觉得一直有在进行 所以两边都很爱惜羽毛 因为这个传出去的话 那还得了 就又要谈好几个礼拜 所以这个 你讲过 是不是大家要先谈 定个时间 然后决定哪几个 这个民意测验机构 然后决定说 这个结果怎么玩这个游戏 我不是很同意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不能玩得那么死 而且这个蓝白盒的必要性 是随着时间的紧迫 还有看到 随着时间 这个两个人 会有一根 柯文哲的民调的起伏的差别 是黄金交叉继续呢 还是又回到死亡交叉 这个东西会让最后合不合 怎么合 变成水到渠成 而不能用公式来说 我们怎么办 几家 还有三家 三家加起来除三 还是什么 我觉得你的 你想过头了 你觉得会有民调 会不会往上走 我觉得一旦是交叉的话 这个没有其他的事情 它是应该 慢慢往上 应该会上去 但是速度太慢 但是这些 我要插一句话 你佩服金小刀 我佩服金小刀 我跟你讲 金小刀 第一点 这种事 他不需要聊而已 他头洗下去了 对他身体 对他其他一切 是只有伤害 没有回收 第二点 金小刀他心目中 他出来 要整顿里面的 乱绳贼子 那金小刀的心目中 就是这些小鸡 尤其过去 跟总统府有关的 这些小鸡 他有把握 因为他会说 你们最好什么什么 我都了解 要不然我就怎么样 怎么样 功累告诉大家 大家乖 大家都 但是金小刀 又自知之明 他晓得 这个牛鬼神神 他动不了 所以丢鬼神神最近的归队 是朱立伦的功劳 就朱立伦用着 同舟2.0的精神 还有这些人 也不是完全朱立伦的功劳 因为这些人 会看 这些人看大事 还有这些人要的东西 要的到的 已经要到了 要不到的 大概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平衡 林荣 还有第三个 深蓝的 我们讲到 等一下我们讲到 韩国语的所谓 深蓝的就是要靠韩国语 所以韩国语的用途 不再去call 那三个人的call 韩国语就是深蓝的 还没有听到你那一句 说讯息已经到了 讯息这个message is clear 我们只有聊下去 大家都要听我 那听你的后友 那就四年前听我 我觉得后友最大的 可用之处 在这个地方 韩国语 韩国语 我不排除韩国语 未来很快的 会走上这条路 因为他只有讲得清楚 韩粉对韩国语 才没有 韩粉对韩国语的 这种 这种期待 这个梦还没有睡 他们一直韩国语 现在是小财大用 我觉得韩国语要比韩粉 清楚 那所以你认为说 之前抛出来 邱毅他们找韩国语说 他叫他做统姑 统姑意思是说 协调三个人 共推一组 你认为怎样 我觉得这个第一是大笑话 为什么 那第二个是 这个是扛教的 抬教的 要比做教的人更在意 他们晓得时间 仅仅没有了 那你韩国语到目前 你所扮演的角色有限 那他们认为这个时间流失 输了不止四年 也许输了八年 那你 他们觉得非常舍不得 这个以刘家畅的讲法 最典型 比如说到今天还是韩粉 但是他觉得韩国语 已经没计划了 所以他说我支持郭董 但是郭董 你要有自多心 然后他又讲得很清楚 我心目中的自多心 就是韩国语 所以你郭董 我支持你 但是你要用韩国语 当你的自多心 如果这样也输了 我甘心 国语跟着 台语跟着我感恩 所以他们就是不要 侯友谊 所以我觉得韩国语的表态 还不够清楚 你们把我忘了 我大概不会变成 你们心目中想的那个角色 好吧 你说这个 还有我还补充一下 你说 这个汤柯的观念 被这一群人 甚至在某种程度 你也讲过汤柯 这个郭 郭正年也讲过汤柯 两天前 这个 郭龙斌也讲过 我觉得你们滥用 汤柯的定义 汤柯就好像像木桶 对不对 像木桶 那个酒的酒桶 那酒桶外面都是木头做的 每一片 拆开来的话 每一片样子都一样 然后它凑起来就变成一个桶 但这种桶不能用钉子钉 也不能用粘酌剂粘 它最后只有一个扣 两个扣 三个扣 这样扣起来才就 所以要有汤柯的 发挥的角色功能 第一点 所有的木片要同一个样子 你现在郭台铭 柯文哲跟侯友 这三个木片 完全不一样 连凑成一个木桶都不行 还有第二个 很少人敢自己讲说 我可以当抗托 因为当抗托 连王金平 王金平好像很类似 王金平都有问题 因为有些人看不起他 虽然很多人 对他有人情关系 就要卖他一个面子 要做抗托的人 就是说 我来拜托你 你即使心里头 哪有 但是面子上 要卖个面子 我觉得韩国语 就是对韩粉的号召力 这不可忽视 但是要做 去扣那三个人 在一起成个木桶 我觉得这个还距离很远 不过当然 他这个唐扣面 你讲那么严格 他意思是说 能不能把三个人 整合一下 整合一下 你觉得整合一下 你这个语气太轻调 这三个人 可以这样整合一下 今天就没有这些事了 也只有整合 那你太严肃也不行 你们非整合不可 也不必了 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 甚至我觉得邱毅 他们 王浅修他们 今天还在讲 你可以做汤坑 出来整合这三个 就是无事生非 本来郭董已经在 走向消失的路上了 你又拼拼把他拉回来 又何必 对不对 关键真的 我认为关键是猴跟柯 这两个人如果合作 郭董就消失 我真的认为这样 因为郭大概现在 10到12%的民调 这一点我们同意 我真的认为说 他们两个只要合 那边就剩6% 5%了 也不会都没有了 所以关键就是说 国民党要搞清楚 柯P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懂得柯P在想什么的 台湾 派你去 我跟你讲 我算一个 但是我也是用猜的 你猜猜柯P在想什么 因为柯P是我的学弟 相差20年 好吧 而且他的想法 他的思路 其实 我大概可以懂一点 你问他在想什么 我认为他第一点 如果照你讲 他根本跟绿的都可以合作 根本不要蓝白盒 那还谈什么 是啊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 他下架民进党的心有多强 你觉得有多强 不强 我觉得不强 为什么 他被民进党搞得很 对 柯P当然很奇怪了 他第一次第二次 选台北市长连任 都是民进党帮他的 第二次是无意帮他了 第一次有意帮他 第二次因为 看到丁守中 因为那个 反正已经 结果都出来了 因为他投票很慢 跟公投搞一起 所以很多人觉得 怕 觉得怕丁守中赢 所以传给柯P 那是民进党 那是自动去 但是两次都跟民进党有关 那后来怎么跟民进党翻脸 成这样子呢 爸因为你插进来这个问题 我就要问你一句 你的感觉 你的判断 你觉得柯P 跟他带动了民众党 是偏浅蓝 还是偏浅绿 他刚开始讲墨绿 你知道吗 他说他是墨绿 不要理他 他是为了选举乱讲一通 但是目前 他是不是墨绿 还是目前的属性 还有他的支持者 总体来看 你觉得他现在偏绿还是偏蓝 我觉得偏蓝 对 我也觉得他是偏蓝 而且他未来的成长 是要去挖国民党的 本土派 因为国民党的本土在 目前的生态系统下 很闷 而且今天如果 明年1月10号 国民党再输 你觉得四年后 今天国民党里头演的 牛鬼蛇身 孤城虐子 还会不会是重演一次 会 一定再重演 因为没有人敢改革 而且越演越衰退 越演越悲哀 柯P 就是要收拾这些 所以国民党里头的 本土派的 跟他们的支持者 就靠过来 柯文哲想去偷 绿营的人 来壮大自己的可能性 是比较小吗 转转转 吃不下 你怎么 咬你咬就吃掉了 所以他为什么不想 下架民进党 我们不是刚讲完吗 他壮大自己 要来自 国民党 民进党的血 的可能性 很低 这咬不动 但是国民党一群 嗷嗷带谱的本土派 他们 这次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觉得 很厚宅的 人 很阳子 再来 咳嗽的 就有这个迹象 还有我觉得 重要的一点 柯文哲 闷心自问 这是最后 寻举的结果 以目前的民调 赖清德赢 赖清德赢 所以将来 出牌 叫牌 是赖清德 不过他如果 蓝白和就不一定 对 所以你要蓝白的话 你这个决心很大 我不和哲义 我和了就要赢 对不对 我觉得 你觉得他这个决心 到了没有 还没有 也许 他的民调 你觉得他民调越掉 这个决心越有 还是 算了算了 反正就是 不是 就白忙一场 反正本来 如果你连算了的心都有 那就和嘛 那拼一下 这不能拼呢 我都可以算了 我不能拼吗 就看他怎么想 这又回到第一个了 那我下架 民进党的心 有多强 我反正已经算了 但是 在我算之前 在我印最后一口之前 那个要向他下来 你觉得他有这个吗 不见得 他如果那个下来 他这边才可以分到几个部长 才可以 这个部分区多一点 那不是他的目的吗 否则他就光靠 光靠五个八个 部分区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快结束 我要交代一句 是国民党这边 一定要有一个科僻相信的人 私底下给他小语大语 光凭他一个人去想 他其实还没有想得这么彻底 好吧 何有余到美国了 那你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就是 我从金小花那边知道说 他是都讲中文的 对方也是翻成中文让他讲 他大概英文没那么好 他应该讲台语 讲台语 台语翻成英语 可不可以讲得比较好 不然你说 我的提示是这样 你不要碰到困难的问题 你一定要 直球对决 直球对决 你不能像 违避 转弯 好好做事 around the bush 好好做事 还有我要以我的生命捍卫中华民国 这两句话不能再讲了 或者是什么 I do my best on everything 是不是 这不对 还有用生命捍卫中华民国 哪一个部分不对你知道 去了美国 就不要提中华民国 台湾关系法里头 在老美的 在跟老中对干的时候 从来不讲中华民国 老美是把台湾看成是一个 类国家 类 类固存的类 类固存是固存 因为他以前跟中华民国断交了 跟中华民国建交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侯宜 你凡事要讲清楚 不要模糊以对 模糊以对 老美看不起你 第一个建议 用台语讲 我都不便利 是啊 金普聪说何谓讲国语 是要先把台语翻成国语再讲 所以就比较 他台语讲得很顺便 他中南部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 你就用台语讲 那我要跟进 翻译的 不 那这个翻译的就要换人了 当然 那个翻译的就不是国语翻成英文 要台语翻成英文 台语翻 这个跟对的 跟对的翻译的要换人 像萧美琴这样 直接可以翻的 另外就是说很多 老美很多事情是这样 你该讲就讲 老美反而尊敬你 你绕来绕去反而不尊敬你 我就是该强势我就强势 对不对 该克气我就克气 老美就是这样子了 好吧 这个今天谢谢神父兄委员 上我们的上线了 也欢迎我们的 也谢谢我们的观众 观看绍康战情室的绍康上线了 欢迎你订阅绍康战情室 按分享 按开小铃铛 他们说已经有把什么 什么分享开启 做成影片对不对 有做成影片 你在影片才看到 到底什么意思 叫做订阅 什么叫分享 什么叫开启小铃铛 谢谢再见 谢谢 5秒 4 3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来到赵浩康上线的 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 沈富雄 沈委员 来 沈富雄好 沈富雄委员 沈大老 大家好 最近当然新闻很多了 特别侯友宜昨天接受专访 媒体今天说是侯友宜两岸的主张 直求对决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是务实的财毒工作者 赖清德反对九二共识 赖清德反对福茂 赖清德民进党今天说 那是30年以前的主张 今天干嘛停出来等等 你怎么看昨天这个沈富雄谈 他说这个 合户中华民国的宪法九二共识 他是支持的 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 反对民进党污名化的九二共识 那特别因为九二共识被污名化成一国两制 他特别讲的 我是反对的 你怎么怎么看 我还是先讲 我很佩服你 你去了一趟日本 那游山玩水一趟回来以后 这短短的几天内 你真的是创造了台湾近代史 很难得的一个现象 因为你在几天里头 你是全国人民里头 最近纪律的 见证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你见证了侯友宜 选情里头的最低点 什么叫最低点 我本来以为 他的民调在17点多 TPBS做的 是他的最低点 后来我觉得 看到你们那天聚会 黄复兴的聚会 对 那个椅子会动 我觉得说 这个才是最低点 后来我觉得说 那个也不是 因为会散了以后 记者问他 椅子怎么会动 他说这个圆弧形的桌子的椅子 会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哇 这个是真的很低 很low 那当然这是小事 因为挺他的人会说 小事一串没事没事 过了就过了 但是你严格去想 侯友独仪的问题 真的还蛮不少 第一点我觉得 他灵机应变的能力 其实太差 他看到这个韩国瑜 坐着跟他的距离那么远 他难道没有领悟出来 这个里头有问题吗 对不对 而且如果你要让他靠近你 你应该想办法 让他主动地靠过来 而不是让他上台的时候 把他搬过来 这个大家都在看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那人家如果问你的时候 你也不应该说 哈哈大笑三声 做个是常见的现象 评论你讲 这撒谎的 说不错了 他应该哈哈大笑 算是没关系 但是他应该怎么讲 他说 我就是这种料理人 我就是希望说 可以做得那么快的 我现在多需要他 我现在没有他 几乎是不行 所以才使出这种笨的方法 所以你们看得出来 这个椅子移动 是很奇怪的现象 也没担心 所以你看他在现场一次 回家觉得不妥 再写一个脸书 然后在第二天 再到你的现场 他一再有三次的机会 觉得他应该像韩国瑜示好 而他都做半套 他都没有真的真心诚意的 讲个道歉 有那么难吗 你应该要不只是 这个表面上的一个道歉 你要讲到 真的湿搭搭的 让人家心里头感动的道歉 让韩国瑜从台上下来以后 不用你搬 就赶快过来 我过来说 应该是这样 哪有那个公 他没在的时候你去我来 现在坐得开开开 那你难道听不懂吗 我觉得侯有余的问题 你也都不能只怪别人 你EQ真的差 你临场有难题的时候 你灵机应变的能力也不够 而且你碰到困难的问题 就以我来讲 我喜欢困难的问题 我喜欢使我难看的问题 我喜欢让我尴尬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听到那个问题来了 我整身都欢迎起来 腎症腺素就上来了 我认为这是在考验我自己 我如果回答得不好 我回去大概欧个半小时 但是我每次都刺激越强 表现越好 侯有欣灵 你如果没有这个本事 你要赶快练 你每天跑完行程以后 你起码要练一小时 你要找一两个 你信得过的 你不讨厌的 你觉得他不是叛徒的 每天跟你对照 然后找过去在政大 在台大 讲得不好的 你重新讲一次 然后录影带再看 我没有进步 你要自我鞭策 这件事 真的 我觉得侯有一个怪现象 但过去民调很高 不管怎么做 都很高 掉不下来 我常常在节目里头讲说 这款本事你我都没有 怎么不会掉呢 现在他另外有一个本事 就一旦掉下来 爬不上去了 我觉得我替金小刀 很着急 你知道吗 因为金小刀愿意出手 我真的是由衷的佩服 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何苦来摘 对不对 他曾经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输出过美国 做过国安的秘书长 什么都做了 他舍望什么回报 没有 他就是见不得这个党 就这样下去了 所以 平良一讲 没有金小刀 金在国内还找不到 第二个像他这样的 尤其是外省人 外省人有他这个本事 他就出来 大家就怕了 这个多厉害 但是国民党 让人讨厌的地方 我觉得国民党来台湾 八十年来 八十年里头 其实就不是一个党 就是一大堆 一大堆 大党 中党 小党 随时都在乱 随时都在乱 这个每个人都有责任 你说中南部 那些牛鬼射身 这是你都会培养出来的 而且你一直没有办法 把他进化 你想民进党多厉害 民进党包括外省人的第三代 加入民进党以后 就跟民进党打成一片 而且他们南部去了 就跟人家分不出来 他是本省外省人 你知道中嘉宾是外省人吗 赵天宁是外省人吗 赵天宁我知道 中嘉宾不知道 你一度告诉我说 以后恐怕外省人做不了总统 我告诉你 好几年前 我就给赵天宁讲 你有一天可能变总统 你想要现在迹象显示出来 这一次在美国各地的台湾同向会 他们照例每年都要办一个下令营 就各地很热心的态度运动者 他们来下令会就要在台湾 请一个目前当红的人去演讲 谁去 赵天宁去 赵天宁发表一篇非常聪动的演讲 他说我们民进党政府 就是要让老共的船出不了港 飞机飞不起机场 他要登陆 上不了沙滩 多厉害 当然是胡说八道 但是你要想 我刚才回到本来我讲的 就是说民进党的人包括外省第三代子弟 他到了南部以后就完全一个样子 大家都一个 而且真的是把地方派系干掉了 你现在国民党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执政的地方地方派系 还挖得很差 因为这次金小道出来 有人告诉我 这大家都还记恨 只是不好意思讲 讲而已 我觉得国民党不但组织上 是好几个党 而且国民党到了 真的是生死存亡之秋 还是记小恩 小慧 小仇 小恨 都记住了 这个记忆力非常好 随时的念念不忘 因为这个党亡了 这国家没了 老共来了 还有民进党 一直执政下去 但无所谓 这个证据在哪里 你想中南部 最大党是谁 是五党籍 这些五党籍是民进党的吗 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化身 所以国民党 哪里是第二大党 因为现在你看各种民调 国民党的板块本来就比较小了 比较小还要乘0.6 因为侯友谊的支持者只有六成 所以他是中型政党而已 中型政党 回到民进党 民进党不是里面有很多派系吗 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吗 我觉得民进党的派系 其实没有里面想象那么二次 因为一个组织里头 如果人多了 像以前我所书的正义联系 或者后来我比较熟悉的 这个蔡同龙的 就人多啊 就自然会分裂 因为统合不起来 因为联调 大家做朋友啊 好像到了十七八个 就不同意了 还搞个七八个 比较黑 所以他们的所谓派系的名字 都是谢长廷系统 陈水炳系统 当然一些冯云的 蔡英文系统 这个拍马屁的 就是总统的系统 但总统下来了 那系统就完了 那就跑到别的地方 所以这些都是 没有像国民党这些根深蒂固 就这个纠葛千丝万缕 纠葛不清 而且仇恨都记得非常清楚的 国民党那里是一个党 国民党根本不是一个党啊 这我不懂 政治人我这里讲 看的东西也很多 政坛上上上下下上下下 对不对 我们看了多少个行政院长 总统上来下去 上来下去 他讲应该看得很开才对 为什么会记这些 小恩小院记那么少 你觉得总统不会记 一旦达到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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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们看到总统 上上下看那么多 对 就觉得政治上起起伏伏很正常 很多事情就过了就算了 不去那么计较 为什么还这么多人这么计较 我觉得一旦离开政坛 比如说他看破了 比如说他输了 比如说他厌倦了 他不要了 有人劝他继续选拔 他立法委员我烦死了 这些人不会 但是如果你继续在政坛里头 要存活下去 这是他生活的正常 他一定要混这些 要不然也真没了 你知道吗 结这个 骂那个 然后取消那个 然后投票的时候 每次要选党代表 选党职位 就要抓几个 我就可以变党代表 这个本来这个民主政治 的结构 就是促成 结邦结派 一个很自然的媒介 好吧 你认为 比如你刚才也提到 侯友宜原来很高 四十几%民调 对不对 对 那怎么做都四十几% 很奇怪 突然掉下来了 掉下来后 怎么一下子掉那么快 他为什么会掉这么快 我觉得 这个连侯友宜恐怕都 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侯友宜做的是市长 大家比较看是一个 市长比较像事务官 你知道吗 大家看他每天 就这样 我以前认为 他是 比如说 我说这个是 关在龙子里头 老虎 一旦征召 一旦听名 门虎出侠 门虎出侠 原来他不是 所以我最后来把他改成 他是水牛 就是默默的耕耘 从水田耕到旱田 从旱田耕到云林彰化的鹅 鹅啊 鹅啊残 就是耕田 化少 但是 但是 这个样子在市长的阶级 老虎先不计较 但是当你要选总统的时候 你背后的包袱进来了 大家 我认为现在的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跟 柯文哲现象一并讲 为什么柯文哲这么红 单凭一个人 你都不得不羡慕他 不得不佩服他 他组织也不算什么 资源也有限 市长也没什么政绩 对 然后他一个人 就两天耍死皮 所以我把他比喻成 台湾猕猴 寿山光年台湾猕猴 有什么本事 高三啊 高三啊 他就学会 要掀女孩子的群职 然后看到肚子饿了 Uber Eater 去抢Uber Eater的东西 就台湾猕猴 台湾猴就耍猴戏 耍把戏 他就红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 尤其是年轻人的票 都跑到那里去了 但是 台北市就是给柯文哲八年 他八年对年轻人 有什么贡献 那为什么年轻人 还是要柯文哲 我认为就是 其他两个党不行 其他两个党候选人不行 所以他就给大家 一个避风港 我觉得要怎么描写 其他大部分人 对这两个党的感觉 我觉得 大部分是讨厌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执政这么多年 做下很多坏事 而且都知道 让你继续做下去 也不过这样 但是对国民党 真的是看不起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这个组织 比如说中常会 这些要颠覆 这个党中央的 各个不同的派系 南部的牛鬼舌舌 大家就从压根的 就看不起这个党 连带也看不起这个党 推出来的候选人 但是这个现象 并没有表现在 比如说五都六都的 市长选举 选举上 因为我觉得市长选举 第一 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很认真 第二点 他们跟国民党的关系 没有那么密切 那候选与跟国民党的关系 也没那么密切 大家又骂他 候选与跟国民党 一直保持若即若离 我这样看 国民党不一样 他跟国民党不密切 反而是变成他的包裤 问题就来了 人家说他不够然 那你知道密切还是不密切 就是说他以前 所以民调一直高 基本上我认为 就是一方面 市长表现还可以 对不对 事务性的东西多 建设 还努力 一方面他以前的铁汉的形象 这个出生入死 孩子健康务职员 有这么悲惨的遭遇 但是对他还是有 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那在那个时候 他跟国民党又若即若离 所以基本上 蓝营的人也不讨厌他 也可以支持他 中间一些选民 甚至潜力的也可以支持他 所以他名字一直很高 那到自治选民 大家都归队了 基本盘一绷紧 好下来了 那下来他又怎么上来呢 他比如说昨天讲 九二公司 或者什么能源 核电 能够让他 把一些票叫回来吗 这些重大政策的 所谓 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对决 最好是在你民调 不错的时候讲 你民调很低的时候 效果比较低 但是也没办法 你昨天不讲 你在救他 昨天如果没有那一场的话 大家就一天到晚讲 椅子会动 所以就一直会动 真的讲起来是很难听的 一个总统候选人 要耍这种 这么低低 很low的手段 说起来 实际上说 我是非常生气的 但是我不忍 你知道 我这么可怜 要骂骂骂 要出水 所以 我觉得可以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甚难的人认为他不够难 甚至 他本来就不是 就不是 不是蓝 蓝皮绿谷 他不能说 我不认为他是蓝皮绿谷 就是说他 他原来 我本来认为 这是他的优势 你知道 就是说 反正提名了 将来提名 如果提名的话 征召提名 国民党也没有什么选择 他选什么 你知道怎样选 对不对 那另外呢 他如果能够再 拉一些中间的票 对不对 他就当选了嘛 这个我们分开讲 这个我们暂时放一边 那除了这个不够蓝 不够国民党以外 另外年轻的这一群人认为 你太国民党了 所有国民党的坏处 都算在你身上 你是国民党 对了 这两个是矛盾的 我讨好了这个 得罪了这个 讨好了这边 得罪了那边 但是 我觉得深难的 深难的到今天 已经八十年了 这个真的真正第一代 大概都走了 第二代也走掉一大半了 第三代其实也没有那么懒 你常常告诉我 没有那么懒 但是他们真的是很计较 我觉得深难的 国民党里头的深难 甚至已经不太在乎 会不会被统一 也不太在乎 民进党要做多久 但是他们就很在乎 不能让侯友谊当总统 这种心态 我觉得最极端的 他当然不是国民党 像刘家商讲的话能听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深难的 这种心态 基本上 民进党好像讲 没人当这代土地 我都说 你看这哪有得力 真的 还是有几分道理 我也不认为说 外省第三代 不认同这个土地 还是认同这个土地 他就不住在这里 不要说第三代 甚至第一代 大部分老兵 还是在外面 我举你为例好了 我认为你是第三代 还是第二代 第二代 我认为你是第二代里头 非常本土化的 你台语也讲得不错 就是你台 本省籍的朋友比较少 我问过你有几个 你只说只有我一个 这是年代的缺点 没有不少 还是一大堆 一大堆 但是你 其实撒西米也吃 台湾菜也吃 然后跟大家也合得来 但是 我认识的 本省的朋友 每一个人认为 都认为 你是深难 你有口难辨 我说他 他深难 他真的是 他不是 我觉得他本土化 程度很深 你不能 大路 你说平均 深难 所以这个是一种 根深蒂固 我认为这个问题 是很长远 很久远的 七八十年 就一开始 就是 外省这些精英 其实是 放在盆栽里头 带到台湾的 然后又有一个 老干新知的观念 那我请问你 谁是新知 谁是老干 谁最后是 玫瑰接墙尾 还是墙尾接玫瑰 这个问题 在国民党里头 一直没有解决 我认为 还是不会解决 谁会 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时间解决 你讲你那些朋友 认不认同我 那个真的不重要 不是我的问题 是他们的问题 基本上 你就算外省人 从大陆来 也分成很多种 有像你这样 什么盆栽来的 我们到台湾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遇到海难 很苦的 我们全家东西丢光 只剩下一个洗脸盆 为什么 把那个船上的水 咬出去 变成这样 全部在台湾奋斗 所以为什么 我感念台湾 我什么都没有 在台湾长大 对不对 这边出生 受教育长大 所有一切都台湾给我的 那你不爱台湾 你爱谁 本来这是你的土地 对将来孩子 更是这样子 这不管 我的意思只是说 本来大家认为 我们谈侯友宜 不是谈我 谈侯友宜就是说 我本来认为 他有优势的 董志胜就讲 董志胜金门的 对不对 董志胜就说 中国国民党 来到台湾以后 真的培养出来的 最好的候选人 因为他有 你讲的那些优点 就是说照理讲 中南部应该认同他 对不对 嘉义人 然后你看他那个样 国瑜讲的 也不是那么标准 有一点台湾口音 所以我觉得 中南部应该认同他 然后北部 他新北市长 做得也不错 新北市投票的时候 拿那么高 北部也不会反对他 尤其现在北部 你看桃园 基隆 新北 台北 都南营执政 所以他照理讲 他应该是 很容易被认同 可能就当选了 那怎么搞半天 变这样呢 这个是他的人设 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而这个变动 一旦开始 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回头 所以你看 不只是这个政治 这种人设的观念 还是有传染感染性的 就contagious 就是一传十四传百 大家都说 他没了 没了 所以你看他不但 是说大家的 对他的看法改变 连他的本命去新北 他的优势也没有了 他也落后了 你知道 所以这个 我又回到金晓道 我真的替金晓道 真的替他很担心 你当时推荐人家 人家现在 我还是推荐 因为他 他如果没有出来 滚党就提早送二兵 你知道吗 他出来还压得住 压得住 昨天可以给你那个interview 也许还可以 还可以翻身 但是侯市长 你一定要反省自己 比如说 你看这那一天 还有这昨天 你道个歉 有那么难吗 这一点我也不懂 对不对 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他只能讲说 包含 四年前 把你弄得身心俱疲 他还讲说 选拟了 大家都高兴 选拟了 大家都很厚 然后我们回去都要检查 包括我自己 你什么话 这个等于有讲 等于没有讲 这个 真的很少人听到这种话 会愿意说 我拼命 来挺你这个总统 因为我挺你这个总统 当然没有什么回馈 但是感恩 你这种态度 大家不会卖力 大家还不会卖力 你这个 人家说六个月时间还有 但是很不容易改 因为这是 我已经把它断定 这个是个性 那该怎么办 他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 我觉得 他 他说 你问他说怎么样 他说爱兵必胜 我们他只要团结 只要一致 向前走一定会赢 这就是空话 侯友语常常让我觉得 很像我小时候 你后来少我十岁 我们小时候 作文 果文作老师 我们作文 第一句 命念国籍事 我们把国籍挂在 北京的天安门上 不是这样 第一句不是 第一句是 光阴如见 色叶如说 或者光阴如流水 一般的过去 然后最后才讲你那个 讲反攻必胜 建国必胜 中间胡扯 现在胡扯碰到困难的问题 他都是 只要我们团结 只要我们起步向前 最后成功一定是我们的 你最好不要讲 你如果 如果 那个讲不出来 你就像赖清德 人家问他 那个 他不敢 不敢回答的问题 就避开了 今天不讲 避开了 不要胡扯 不要再讲那些 你再讲那些 票 更低了 更少了 他 我觉得胡扯 还有一个缺点 胡有余周边的人 似乎没有一个 敢对他讲真话 而且他们周边的人 也都觉得 他似乎不是很相信 他自己的人 所以 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要改善 金小刀 他几乎每天要上班了 是 他现在是 几乎每天要上班了 很辛苦 而且 这个候选人 本身 都要 每天忙完 他的 该做得完以后 都要特殊训练 每天要训练一个小时 你自己录影 自己看 我以前讲错的 我现在重讲 是不是有改善 你讲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常常训练我们电台的主持人 所以你把你今天主持录下来 回去自己听一遍 什么地方打结 不顺等等 演讲也是 我看过演讲训练课程 最好就是你自己演讲 辩论 你录下来回去自己看 你就是 我怎么讲这样 别人讲 你还不服气 说我很好 你自己看嘛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觉得满不满意吗 你如果满意 恭喜你啊 你一定会有很多地方 觉得可以改进的 所以录下来 把自己的东西录下来 回头看 然后什么地方 我可以改善 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那你认为 好吧 那不管怎么样 看起来就是侯友宜嘛 对不对 那他该怎么办 也应该是侯友宜 剩下六个月该怎样 你认为723 那个党代表会会有变吗 不会 不会 会闹一下 那些人就是可笑 那些人就是 但是你不让他闹 因为他有管道 他合乎程序 他可以闹的 我老早 我以前写过一个图 国民党的中央组织 要怎么改造 不改造 就是这样 这些 这些 好吧 你好意思讲南部 这些牛鬼色神 你回头看看自己 是什么神啊 那何谣该怎么办 我觉得何谣要检讨自己 然后很多地方 你由不得你 而且你个性已经是这样了 六十几岁了 个性很难改 七十几 他有七十几吗 有吗 没有 有啊 好吧 你继续来讲 我觉得你做不来 也要演 你要演 演到大家相信那是你 你再辛苦 演个六个月 你说侯友宜没有 侯友宜六十几 对 六十几岁 郭台铭七十几岁 我们等到下面要谈过 侯友宜 我懒得讲郭台铭了 我觉得侯友宜你才六十几岁 你要真的 你 你打死不退了嘛 你打死不退的话 你要对得起大家 所以你要认真的演 到底哪个地方 你是有缺点 你要承认啊 比如说 像韩国瑜道歉 有什么难的 这对我来讲 我不但道歉 我要真的这样讲得到 我跟你说 我穿过 你看我上一次韩国瑜在选的时候 他请大家吃饭 我也去啊 我提早离开 你晓得韩冰 这个小女生啊 送我到捷运的口你知道 那时候我不知道 我含冰要过滋 我这样砍到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 四十个小女生在这里 我哭哭哭哭哭 真的人 老白要算 做个小女生就 港府就放下去了 可说这是你自己要算的 你知道吗 郭台铭还是要讲的 为什么我刚刚想到 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昨天到台南说 他是回江湖的第一站 今天又发表了五大 对经济的政策 又到高雄 又到屏东 政策写得也都不错 那你怎么看 你总是要评论一下 不然你看他去的地方 其实都去过了 就是台南高雄屏东 然后彰化苗栗南投 就是这一些 他们可以施展手脚的地方 你说你去高雄 六个提名人都来了 因为高雄本来就 选不赢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施展一下 大家怎么卖卖面子 我是搞不懂这个人 你说他很厉害吗 你说他很聪明吗 真的讲难听一点 真的奇奔无比 你晓得我一度 动心其内要寻过台北市场 对不对 我就自己期许 那时候我18% 现在想起来18% 不错 但是我实在太没有用了 我自许几个月内 一定要达到25% 我没有25%我不选 我实在很不容易 对不对 郭台铭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我觉得他心里头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觉得他心里头 有一个真的是 非常自私的念头 为什么 就是我活到七十几了 我什么都有 老婆也有 老婆也漂亮 小孩不但前期的 后期的也有 钱多的要死 哪像看来看去 人生就很欠缺这块 这块没给他 赶来这样 赶一个粒 赶一个也好 所以他常说 火大哥先做 适当的好 下次换你 只要做四年 我光是这一句 他就是为思念 他这个欲望 你真的要为国家做事 我问你 四年够吗 四年是不够的 四年 他是只要做四年功 我做过了 我四年 我也做过最大 我觉得他这个念头 我觉得他 奇怪 这个念头 为什么转不过来 这个台湾对他 真的是人自意境 他真的是 对不起很多人 他能够呼风 风范雨到这个程度 就是因为他有钱 平常讲 你如果没有钱 你能够吃干吗 他都没有想想过 这样感到好 这样感到好 你知道吗 我选不通 我再骂下去就难听 他如果真的选下去 会怎样 就是赖清德躺着当选 就不会 对 郭台湾也不会当选 当然不会当选 只要三组都很难当选 只有两组才有机会 赖清德到底怎样 你跟他的手 赖清德 赖清德不但是医师 不但经常还跟我是同行 是内科里面的肾脏科 你知道吗 赖清德我基本上讲 他是一个好人 那我认为他不会做坏事 但是他其实也是 甚至比较没有什么花招的 所以我们这次三个候选人 其实都没有什么看透 都不是雄才大略 也不能说带台湾 竟像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赖清德到底有没有念书 我看不出来 我觉得他就是给人家一个 深藏不露吗 也看不出他深藏些什么东西 不可能一辈子深藏不露 对不对 他在立委也做那么多年 对 立委什么表现呢 其实也没有提了什么伟大的法案 提了伟大的什么政策也没有 他那事实上 你记得最清楚就是几百天 不进议会 所以有多大的介绍 好像也看不出来 所以我也不觉得他深藏不露 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觉得说他平庸 是有点对不起 他如果是平庸 怎么能够走到今天 但是他 我认为他是循规道具 我觉得他党里头 该走的路 他都有走 他没有去违背 投机取巧 他这一点其实比阿扁 守规矩的多 所以他就是一个 循规道具 条件也不错 然后呢 不是特别雄才大略 他现在就是运气也不错 得到 他应该得的 他这次当选以后 加八年 所有现在台面上的民企党的人 通通完了 像林佳龙 陈其迈 这些都没有你们的份 finish finish 所以真的也要运 要命 他在运就是因为国民党去年 一二二选得太好了 所以蔡英文一下去了 他就起来了 其实真的是这样 所以政治东西 真的难说了 真的很难说 那另外呢 这个 这个 你说金补丛跟侯友 能够一直搞下去吗 也有人说 看他能做多久 不过侯友友有讲 说我跟他这个 这个还满谈的来的 很多人评论这个东西 就是说金补丛跟马英九 就是马精体制 你现在有马侯体制吗 你们两个原来也不太熟的 能够交心到这种说 从很大的困境 把你拉起来 我对小刀有信心 因为小刀既然出来了 这个刀收回去的可能性 我觉得非常低 你就是要受苦六个月 所以我觉得很不忍 所以麻烦你替我传话 他原来得了心脏病 也不输我 所以我义务 做免费的医疗顾问 他这六个月 这种煎熬 或者身体坏下去 你带我传话给金夫人 或者金普总本人 他这六个月 所受到的身心俱疲 所带来的严重 可能的医疗后果 我全心负责 全力负责 他看得到 他会告我们节目 他会看到 不过我也会帮你转大 你的善意跟好意 好 那么今天谢谢我们的观众 现场观众 在现场的人非常多 也欢迎你订阅 谢谢赵苍康 在女子按分享按开启小铃铛 也谢谢沈富雄委员 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节目 谢谢沈老大 谢谢沈大佬 好有意 就是爱请我 贪败嘛 不对 生人 条件得罪 你知道吗 没什么人好 10秒 7 6 5 4 3 你好 我是赵苍康 欢迎你来到 赵苍康上线了 沈老大回来了 来 沈委员 你好 你去了一个月 没有没有没有 可见你非常的想念我 对 我想说 没有那么多 你本来不是 你本来不是说一个月吗 没有没有 我从来就没有打算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就是那 好吧 美国有什么不同 因为大家 我有 因为疫情 我很久没去 我觉得 以前资讯 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 大家都说 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 现在资讯太发达了 加上视讯 加上各种媒体 其实 真的是 你不是秀才 也能够知天下事 但是你收集的资讯 到底是不是公正 是不是有没有偏颇 然后你最后 自己的判断 是不是正确 这个是 这个是有差 但是我觉得 我有个感觉 这个年头 其实不管公家 不管私人公司 我觉得这种 出国旅行的 视察的 这种费用 要大看 因为疫情过后 的确这样 你去也没用 所以我去美国 我在美国 看美国 或者是在美国 回头看台湾 我觉得我所得到的 收获 其实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你要讲 可以讲很多 所以半个小时 我们半个小时 不能看 要讲国内 或者讲美国 我觉得半个小时 是不够的 不够不管 但是观点 挑重要的讲 你喜欢讲 你喜欢讲什么 我基本上 我是想了解说 现在的美国 到底跟疫情 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差不多 而且我只是觉得 更严重 我觉得美国 是全世界 最有钱的国家 但是它的债务 也最多 如果不处理的话 这个月底就破产了 所以 所以它一定会加 只是共和党要 一定 这个两只三羊 过敦牧墙 这个最后一定过了 然后就共和党 骂民主党 民主党骂共和党 最后过了 就是共和党说 我让你过 但是你什么钱 不能花 他条件 就是这个样子 但拜登现在不同意 对 所以这个情况 我问有一些美国人 我邻居这些 我问了一些美国人 我说 如果你讲到美国不好 他们都否定 美国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你讲到 美国的缺点 美国的缺点 其实我们台湾都没有 很奇怪 美国这个国家 实在太奇怪了 比如说他们很计较 可不可以堕胎 这个周不能堕胎 你过了周界 那个时候可以 那你比如说 他们现在 这个联邦 或者各个州 都在计较 一个小事 就是说你是 变性人 变性人 女的变男的 男的变女的 大部分是 男的变女的 你可以不可以参加 女子的运动会 而且你创的记录 算不算 这个在台湾 会有什么问题吗 台湾很少人 做这种事情 他做了以后 他也不会去参加运动会 那参加运动会 是不公平的 他从事都比别人家好 所以最反对的 就是那些 原来就是 拓真价实的 女孩子的运动员 他们的家长部剧 我培养我女儿 参加乡村俱乐部 变成渝勇的好手 好不容易创下一个纪录 忽然间跑一个 这个进来 我女儿的努力 完全白费 像这些事情 台湾不会有 但是现在 美国是一只 一只肥鱼 肥滋滋的鱼 肚子是很肥的 你最喜欢吃的 那个部分 肥得要命 但是美国 穷的人是穷 但是美国穷 跟孟加拉 跟非洲的穷 又不一样 他不是股瘦如柴 美国的穷人 比有钱人 或是中产阶级 更胖 因为国家给的津贴 不会让他饿 但是他用来这些钱 就是买一些高热量 就是没有品质的食物 所以每个人都很胖很胖 光是这个问题 就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 美国的病 是很重 就是说这条胖鱼 快死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 但是斗性很强 看到有潜在的敌人来了 他斗 他就斗了 他嘴巴张大 不能唤气 为什么 他肚子里头的内障 都病得很重 血管都堵塞 里面都乱七八糟 但是你能够改吗 你能够救吗 改不了了 比如说一个穷人住的地方 你说要有私人产业进来 他进来如果成功的话 那些原来穷的 就把房地产都卖掉 搬走了 这个叫 但是如果失败 其实大家都预见会失败 不敢进来 所以都是一些 那个地方原先的 这个义工 就是向政府争取补助 然后干一些 他们自己要用的 的中心 结果也没有制造工作机会 还是一败涂地 这个国家我一直在想 如果说改革台湾 领导台湾 作为台湾总统的困难度 是一的话 那领导美国 改革美国的困难度 我拼人一讲 我觉得是一百 但是我在这里的节目 要讲一百 没人会相信 所以我修正为二十 我觉得是这样 人家都讲银行大到不能倒 美国是这个国家 大到改不了 所以但是它还会拖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想到说 这个我们美中台的三球关系里头 其实美中的关系最简单 因为跟我们也没关系 由不得我们 我们也没有朋友影响力 而且这个是修习底德性 一山不容两虎 但是美中有一种互相之间 也不是默契 彼此知道 我们这个不能网破于死 所以这个网不会破 鱼也不会死 但是就是一个没有完没了 有的时候你输 有的时候我赢 就一直一路下去 所以这个就跟Kissinger 这两天的讲法不一样 听说台湾很危险 台湾出了事 会把大家都拖下去 就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因为美中有事 而且会斗得没完没了 这个台湾的危机就往后拖了 因为没有人感痛台湾 最早先的时候 你记得在我们那时候去美国留学 很多台湾学生拿奖学金 后来慢慢就不给台湾 说你有钱了 就给大陆留学生 那时候美国大陆蛮好的 当然也需要大陆的 什么曾几何时变成美国那么反中 反中 恨中 抗中 变那么厉害 那你到美国去 在民间有这么强烈的反中意识吗 因为我们西雅图 中国人的地方 其实是我平时不会去的 那一般人他不会去提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反中 当然美其名 就是说他这个体制 游戏规则不一样 你不能来 用你的这个价值观念 来横加在我们头上 其实不是 因为老大做太久了 就是一山不容两虎嘛 就修食以底的陷阱 是逃不掉的 就是好不容易 那么多年我做老大 现在我的车尾灯被你看到了 这还得了 所以拜登是很狠的 拜登就是说 这个链要断链 然后这个要赌 要围 不卖东西给你 要进 什么东西都干 什么东西都干 所以你觉得老中 气不气 很气 很狠 你说大陆的老中 还是美国的老中 大陆的 不过大陆的老中 美国的老中 但是我 美国的老中 也很多了 也不少了 我现在都低调了 就不责 不责老美 现在美国其实 是印度人的天下 现在印度人很厉害 所以我先讲 老中是黄河流域的文化 印度人是恒河流域的文化 这个犹太人 是两河流域 一哥里四河 又发拉底河的文化 这个跟古文明 它又有关系 这很厉害的 但是我认为 这个两岸的问题 跟美中的问题 混在一起的话 其实我们台湾 反而没事 不敢有事 不敢有事 但是为什么 你看秦刚 秦刚刚刚建的 伯恩斯 伯恩斯 递了国书 跟他讲了八个要点 去得很久了 伯恩斯去得很久 快一年了 但是我认为 秦刚讲这八点 也是不够老实 因为我在今天的节目里头 我讲到说 我们台湾蓝绿两党的领袖 都是那种 乖乖排的小媳妇 但是我觉得秦刚 你现在是全世界 第一第二大国的 外交部长 你的讲话 也不老实 你好不容易 接近了 这个伯恩斯 你讲了八点 都在讲台湾 真的吗 你被拜登修理成这个样子 连提都不提 都讲台湾 真的是台湾问题 有这么严重 基辛吉就是被这个骗了 所以他还认为 台湾是很危险的地方 我问你 为什么 老公动不动 这个气 就出在台湾的头上 因为你第一岛链 从日本 韩国 琉球 一路下来到菲律宾 他有办法 飞机驱照吗 船驱照吗 去威胁吗 他武嚇 武嚇台湾 是为了防止台渡 对不对 所以有武嚇 就不见得有武统 所以武嚇 不见得是武统的前驱 或者先生 但是问题 他的武嚇 真的是下给台湾人民看的 不是 我觉得老公 最近这一两年的武嚇 是武嚇给老美看的 那为什么 因为老美在这些地方 都有军人 都有军事设备 所以台湾没有 日本 不能乱来 因为他不是你可以放军事设施 放军人的地方 所以老宗其实我觉得也是没什么种 他该讲的没讲 他看清楚台湾是美国在对付老宗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最脆弱的地方 就是说你把希腊神话里头的那个巨人 他我全身都是假皱 就是后脚跟 后脚跟 Acheles 这个基建 那个地方就 弱点 这个 这个小腿肉 一收缩 会倒 但是 老公有要杀他这个吗 没有 还得了 老公就说 我看出来你这个事情 最脆弱的地方 我就 捂我的 关刀 耍刀 他耍刀不见得是要动刀 他耍刀之意 也不在台湾人 也不在台湾 也不在统独 他耍刀之意 自在佩工 而这个佩工 就是老美 所以做给你看的 对 刚才讲没错 老公现在一直关心跟美国 就是说你 一中政策在掏空 一直在讲 掏空掏空 我同意你的 就是除了讲台海以外 什么叫掏空 你的意见 我都不太同意这个讲法 我要 我要请教你 这个我要请教你 除了这个以外 老公应该跟老美讲说 你现在 阻挡我的半导体 你阻挡我的科技 你阻挡我的高科技 对 都没讲 很奇怪 不敢讲 就跟蔡英文 不敢去跟老美抗议说 你为什么要炸我的台积电 碰到老美 好像台湾是软了 看起来美国 虽然一方 看来老公 一方面是强硬 一方面是软的 那才是真正 攸关老公将来科技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很重要的意见 回头来 老公现在天天说老美 老美现在天天讲说 我没有变 我还是一中政策 老公说你是掏空一中政策 你就有没有掏空 老美有没有在掏空 这个很有趣 这个你要回到 老美的对华政策 他就讲一中政策 那一中政策 跟一中原则有什么差 他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今天侯友宜 昨天在议会的回答 是不老实的 世界上这个中国 是那个 我们不配 我们不配 我们是因为宪法 这样规定 我们自己要交 自己对自己交代 所以不得不这样讲 这样这个中国 那个 那个才是 那然后老美也承认 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政府 在北京 那我第三点 他就是 认知了 认知了 我没有同意 有认知了 我知道了 我有听了 但是他没有接受 就是说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这个 这一句话的空间 很大 这个句话的空间 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没有大使馆 我们的重要人物 不能去 去那个美金 华盛顿 他不能来驻军 那很多 一个像一个国家 应有的 这种 很多事情 你不能做 不能进去 与联合国会员国为基础的 国际组织 这个都跟那个有关 那 我觉得我们台湾 有一点 就是不坦白 不坦诚 真的是 没有把 应该发 已经发生的真相 坦白告诉老百姓 我们常常说 中共打压 这是中共打压吗 这是两边承诺的 大家规定 你只要跟老共建交 就必须要承诺这个事情 他们的建交公报 都有这一条 那还得了 那老共是说 你这个说 好 你承认我是一中 我是合法政府 台湾就是 就是那个 可做可不做的 这个空间就很大 那现在老美 就是让台湾 可以做的事情 多起来了 但是再怎么多 都不能碰天花板 那个天花板 一碰 台湾就变成国家了 所以台湾在美中的 我们台湾的领导人 应该给美国讲 我们不愿意变成 焦土中的焦土 所以不能够 为了统独问题 牺牲我们变成一块 最惨烈的一个前线 但是我们也应该 对北京讲 你很爱我 是不是 你是 我是你的梦中情人 核心的核心 你绝对不会放弃 这一点 我同意的 他嘴巴绝对不会放弃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对老美 气成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每次 要泄你这个 到台湾来泄气 为什么都找我呢 你年轻的时候 爱过女孩子嘛 对不对 爱成爱不成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他有事的话 你会不会稍微 附他一下 你不会加油加速 把他更打压嘛 你 你的意思说爱台湾 就应该对台湾好 不应该来这边 没事示威了 是吧 你的仇人是 老美嘛 你怎么找我出气呢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 你是以美 以美谋毒 但是目前这个 以美谋毒的事实 以美谋毒的现象 没有那么严重啊 有吗 没有那么严重 这个只是你为了 面子的一个口识嘛 就是说我 老公小孩说 我给你这样导弹 这样导弹 你会紧张 你会紧张 起码连 Kissinger这么大牌的 都紧张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 恐怕都是假象 好吧 回到台湾 那你经过这 三个礼拜 对台湾的 这个总统的选情 有没有改变 没有啊 你原来认为说 国民党一定会提名 侯友谊 然后郭台北只是出来 这个随便闹一下 柯文哲也选不下去 那还是这样吗 是啊 柯文哲不是选不下去 柯文哲会选到底 但是他想他选不上 他就是要把 部分局的席次 往上拉 如此而已 但是郭台北 这也很积极 到处演讲 什么各种议题 虽然有争议 但是也是 这常占不少媒体版面 郭台北是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我必须讲 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会演成这样 其实是一个败笔 但是在台湾 尤其是蓝营这边 不承认 蓝营不晓得 为什么原因 对郭台北 非常的顾忌 非常的害怕 就是说 一旦没有 把他奉承的 让他心满意足 最后没有提名他 那不对 那他就造反了 他的人就不合作了 那朱立伦的眼中 心目中 就是说没有 非律联盟的通力合作 我们赢不了 这个侯友宜赢不了 我觉得这个观念 一进到主席的脑中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 真的这个仗就很难打 因为他处理 郭台北处理不好 处理 柯文哲也处理不好 不过这两个人 是不一样的人 这两个人处理的方法 是应该要不一样 但是你让郭台铭 可以玩到这个程度 这个是 不过郭台铭玩到这个程度 也跟国民党无关 他自己玩的 他自己办活动 自己玩 所以他玩得不好 你知道吗 你走下去会怎样 但是你 因为你 显得你很在意 因为你显得很怕 所以 他就是跟着你怕 跟着你在意 所以郭台铭就 玩得起来 听到你讲 如果你朱主席 聪明 教育官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国民党一个 第二大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话 郭台铭是玩不起来的 你觉得国民党该怎么做 如果你是朱立伦会怎么做 不 照你一个 你不是要怎么做 就是说你郭台铭 不是我的党人 你在玩这些 只是好笑而已 你如果从头到尾 就把他看成好笑 你觉得真的提名了 侯友宜以后 郭粉 就不投 侯友宜吗 根据民调 没有这个现象 有吗 没有 没有这个现象 所以你担心什么 他们两个谁 比较可能赢 赖金德 我 大国来讲 现在如果国民党 真的征召 郭台铭 整个党 会乱成一团 你不觉得吗 你看 如果你后有一天 领导这些 这些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全从北到南 比较顺 比较顺理成章 这本来就是体制内 已经磨 大家磨练 十年以上的 你郭台铭进来 你要带动这些小技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荒唐的事情 大家随着郭台铭的演戏 随着朱立伦的无能 大家去想又有一点想象 尤其是伟汉 黄伟汉 我的好朋友 他的很多讲法 我是在美国 我是听不进去的 你觉得 真的像伟汉者讲法一样 郭台铭真的是演得 真的有细唱吗 我认为郭台铭是无细唱的 那谁 因为朱立伦还很在意 就是柯文哲 像你讲 他很在意说 谁能够整合柯文哲 所以他可能认为 郭台铭比较容易整合柯文哲 柯文哲比较难整合 你觉得 这两个不一样 那很多人都讲说 其实郭台铭去说服柯文哲 要比国民党去说服他很容易 但是我觉得 柯文哲走到今天 谁都说服他不了 很难的是吧 对 因为他目标 他自己知道 他能够做到什么 不能做到什么 他非常清楚 所以柯文哲 你说要他现在 哪什么条件跟他交换 我觉得都很难 都很 但是如果柯文哲到最后不登记 不会吧 不会 他不登记的话 然后国民党默许 就说将来 我们两个加起来过半 你当立法院长 这个是王世坚 王世坚也是聪明人 这是王世坚心里头害怕的 他害怕的 他把他讲出来 那柯文哲也是一个 很爱惜脸皮的人 他就说没有这回事 王世坚说他会去选立法委员 当立法院长 你那么会吗 不是 你说柯文哲 他不需要选 他就把自己摆在 部分区的名单 第二名就好了 他会这样吗 我觉得 讲破了就不会 讲破了嘛 如果这样的话 他自己也不可能当立法院长 一定要跟国民党合在 有可能 但是朱立伦 是有去跟柯文哲 讲这些吗 我觉得 他也讲不出口 柯文哲一讲法 其实蛮吃国民党的豆腐的 他说我们两个DNA不合 我觉得不是DNA不合 是条件无从谈起 条件无从谈起 我跟你讲 国民党应该怎么做 国民党应该想 柯文哲怎么厉害 这个远超过我的期待 我觉得柯文哲到现在应该从20掉下来 他不但没有掉下来 还变成22 差不多了 就20左右了 那我问你 为什么 尤其是年轻人这一群 那么喜欢柯文哲 国民党要想这一点 然后呢 然后再去针对这一点 好好打 柯文哲的人就跑掉了 那你觉得柯文哲哪一点厉害 我觉得柯文哲跟国民党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白目 白目有票 白目又直接 我觉得这一点 因为政治人物 这个作假装着 戴面具太久太多了 所以柯文哲这一点 大家觉得新鲜 老实了 说一下就说一下 第二点 柯文哲有提出很多 对年轻人有利的政策吗 没有啊 对不对 没有 所以你只要柯文哲跟国民党提征招以后 你就是要坦白 要老实 要诚恳 然后讲清楚 尤其是两岸关系 然后呢 在青年 年轻人 不只是年轻人 就下一代嘛 下一代是什么 少子化是下一代的问题啊 年轻是下一代的问题啊 健保是下一代的问题啊 这些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敢提出来 因为你提出来 就是要伤人啊 就是要对某些人伤害 但是你要伤害的人 就是你要帮助的人 这要有展示 我现在有点怀疑 侯友宜到底敢不敢 侯友宜太四平八稳了 稳到让人受不了 我告诉你 你讲的这个就是为什么 柯文哲还能够拉到一些人票的原因 对啊 就是说侯友宜好 过台面也好 魅力都不够 都不 你知道政治是那种 要能够一哄百怒 哇大家感动 掉泪热情 我们都知道嘛 他们都不够了 柯文哲也不够了 但是就有些人觉得 反正接下来你们两个 我也都不是那么喜欢 我就支持柯文哲 我也不想民进党嘛 所以柯文哲才有票了 平常你讲年轻人 也不是那么难拉了 你提Sanders在美国 对不对 几个政策下来 年轻人爱死他了 被扫回 二十多人都爱他 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你的主张有关 我根本不觉得那么难 我其实有很多招了 以后再说了 反正现在不是我再选 那另外呢 就是说你说 侯友宜私下有一面很厉害 哪一面很厉害 完全一样 就老百姓厌烦了 就说我喜欢这个 有这个可能 因为相信之下 你们两 其他两个都是假的嘛 这个 至少他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一点 我是学不来 不过讲到 很多对两岸关系 这些比喻法 很多人都喜欢讲 讲一些比喻 因为比喻比较生动 比较容易进 比如说韩国瑜就是说 台湾就像这个 皮带的扣环 我觉得他讲错了 不是他的皮带 是全世界的皮带 但是皮带的扣环 这个年头也不重要了 现在很多 很多裤子 根本不用皮带 你知道吗 我都不用皮带 你有用 我都没有用 但是你看 我觉得讲的有趣的 是曹新城 但是我觉得他对了三分之一 后面的三分之二不对 为什么 他讲什么 他讲说北京 老共 把中国国民党 判死了 死了 你已经死了 死了 有道理 有道理 全世界都认为 中华民国死了 他说你让他死了 你又不容许他穿兽衣 就是说中华民国这件衣服 我觉得 我觉得 曹新仁这句话是错的 老共是 中华民国死了 兽衣是要穿的 但是你要穿着兽衣 去二兵 看是要战 要处战 还是要复战 要处理 你现在 你晓得 这一点你不太同意我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同意 马英九的讲法 马英九就是固守 已经没有办法 被迫不得修改的宪法 然后他固守宪法一中 这个就像说中华民国死了 兽衣有没有穿 有穿 但是呢 马英九把他当成 湘西赶司机 你知道湘西赶司机 我知道啦 要不然你要他怎么办 不是 湘西赶司机老共 北京 习近平 是 就面子上 不好意思扯你的台 就是说 伸手不打笑脸的人 但是你装神弄鬼 要来讨拍 说我们过去啊 怎么怎么样 现在就还没有结束啊 这样这样这样 你就是不要打啦 这样 你又不是不晓得 老共的本质 你跟他混那么多 他会讨这个 我的讲法 中华民国是死了 国际上 或者是北京的眼中 是死了 兽衣有没有穿 穿的 那为什么现在 我们如何自处呢 我跟你讲 中华民国来台湾以后 没死 没死 他昏迷而已 但是他是一个女的 他怀孕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中辈赶到台湾的 中华民国怀孕了 因为他内脏循环 都没问题 他有 昏迷的女人 可以生小孩 你知道吗 这个小孩生出来了 而且他的名字 是 double last name 父姓的 以前我们父姓 就是说 女人出嫁要重复 所以冠父姓 现在不是 现在很多男人 很多女人 就是尊重爸爸 也尊重妈妈 他两个姓 妈妈摆了 后面摆爸爸 中间画一条线 民进党的 中华民国 台湾 窦田 据田 划线都没关系 他去复姓了 那为什么中华民国 不拿掉呢 中华民国有那么伟大呢 因为妈妈的户籍 没有办法改啊 户籍上还是中华民国 但是昏迷中 怀孕生出来的小孩 你不给他嫁个台湾 民进党 跟很多台湾人 是不服气的 所以 现在的台湾 是这个老共 认为打死了 但是他没死 他昏迷中 怀孕 而且胜出一个 很像样的孩子 所以要怎样嘛 马英九应该怎么讲 你说马英九 你不要理他嘛 因为他 他那种就是 他要完成 他最后人生 最后的遗愿 你就 我跟你讲 马英九的这个论点 越讲越糟糕 国民党会没有票的 你这一点你不相信 我相信的 好吧 这个赖庆德说 他原来是 务实台湾工作者 那现在说 以反共不反中 已经变了 这个好像 为什么好像 我跟你讲 这个最喜欢讲 这个是范畴 你想要范畴吗 那个政论家 他他现在就 好像这些人 就喜欢讲说 我反共 共人数比较少 中 这个人数不得了 他们是说 共产党垮台了 就没有事了 我想在中国国内 也许中国人 不喜欢共产党 但是他们对外 面对大家 包围中国的时候 你觉得中 跟共 有两样吗 你觉得现在老美 是反中还是反共 当然反中 对不对 你不能一厢情愿的 说我是反共 不反中 你觉得要统一台湾的是 共还是中 当然是中 对不对 不过共在执政 好吧 你继续说 共产党在执政 我跟你讲 台湾一定要统一 在北京的眼中 这是民主大力 这是祖国神圣的领土 他即使做不到 他嘴巴也不能松口 目标是在这里 所以这一点 其实我的讲法跟做法 跟这些台湾的领导 不一样 我会说 我了解 而且我晓得 你不会改 而且我听了以后 还觉得你那么爱我 那你那么爱我 就手下留情 那你怎么爱我 又爱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个难道不能讲吗 对了 但是你觉得 像对台湾的选民 要怎么样 他们才听得懂 一般人搞不太清楚 不是 我跟你讲 现在就是民进党不坦白 国民党是包袱太重的不坦白 两个人都不坦白 但是是不一样的不坦白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 就很牢牢实实的 讲这些过程 不要讲太长 讲太长人民会疲倦 讲给老板信听 也不是什么打压 也不是怎么样 我们能够活到今天 很幸运 但是要继续努力 两个大国不好伺候 但是不是没有机会 人家票会投给你 那你要怎么滞后法 怎么让两个大国都满意 不是 至少 不是 其实说我们台湾 能够发声音 能够有代表性的 要给老美讲 我们不愿意成为焦土 全世界有史以来 没有人为了独立 把自己的田园 变成焦土 要跟老共讲 你这么爱我 出去也要找个对象 怎么一天到晚找我 发脾气呢 这个误导大家 误导 其实台湾人民好厉害 台湾人民为什么不怕 台湾人民真的装劲不抢吗 台湾人民其实 跟我看得差不多 好吧 今天这个老沈刚从美国回来 我们就请他 讲讲他的 对各种不同事情的看法 那谢谢 也欢迎你订阅 少康镇情绪 同时按分享 按开启小铃铛 谢谢 谢谢陈委员 谢谢大家 谢谢